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能不能思考在台湾一种工业 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或是其他的一种工业 那到底在台湾或是在中华民国 我们这么思考工业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讨论 那我们没有提早决定我们要聊什么 所以就是每一位教授就会有自己的切入点 对这个话题的切入点 所以今天的报告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那我就花五分钟的时间来介绍 我们在座的这四位教授 我们第一位是克里老师 McCabe-Kaliher老师 克里老师是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就是南方维利会大学的副教授 McCabe老师或是克里老师 他研究的是中国现代历史 还有中国可以说早这个early modern 早起现代的历史 包含清朝到民国 那他的第一本书叫 The Board of Rights in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 就是礼部与清朝的建立 礼益与国家建构的新视角 那这本书这个应该是两三年之前出版的 对2019年 那就是他是思考这个清朝的礼部 那也是帮我们了解礼益 就是这个right 与这个清朝的建构的过程 在这个建构的过程 礼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这本书得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汉学奖 一个在海外 就是这个Joseph Levinston Prize 的honorable mention 就是说这个Joseph Levinston Prize 可以说第二名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奖励 所有的海外的汉学家 都希望他们都可以得了Levinston Prize 不管是第一名第二名 那我的梦想也是得这个Levinston Prize 但是很可惜我一直在中山大学 办国际汉学相关的活动 所以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他在台湾过内也有就是受到肯定 中研院的经事所 有这个卓顺生的蒋雪茎 就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学术的荣誉 那克力老师也有受到这样的肯定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能够欢迎克力老师到中山来 那我们第二位 今天的第二位是万一志老师 那万一志老师是我们中山大学的 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还有社会学系的系主任 那他研究的专场包含社会学理论 社会科学哲学 还有政治哲学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 他学术的专书有其实两本 都是跟马克思主义有关 有2018年发表的这个 资本论完全实用的一个手册 就是帮台湾的独子 还有华人世界的独子 就是了解资本论 节度资本论 那在2018年 万老师也有发表的一本 叫做你不知道的马克思 那他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有声书叫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 理解马克思的关键霸奖 那朋友们 如果你Google一下万老师 你也可以找到非常精彩的 在线上的演讲 在YouTube上 就是跟社会大众 就是帮他们了解 维吾论的来龙去脉 那当然除了他的专属之外 他又发表很多很多很多的 关于社会学理论 社会科学 哲学 政治哲学等等 的文章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跟我们中山大学的 社科院的同人 今天办一个跨院的合作 那我们第四位是王志明老师 王志明老师是中研院 欧美所的副研究员 他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个是跨国美国文学与文化 一个是文学理论与建制史 那第三个是亚洲现代思想 那在应该是2013年 王老师有发表 这个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in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就是关于这个 美国这个华侨 或者就是说这个 华裔美纪的一个文化的经验 那这个跨Trans-Pacific的 这个移民的经验 就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反思 一个探索 那王老师也最近 最近就发表了另外一本 非常重要的书 就是落地转译 我们经常会说落地生根 但是王老师就 探索这个 台湾外文研究的 百年的轨迹 就是用落地转译 来命名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能欢迎志明老师到中山来 那我们今天的第四位的讲者 就是王宏顿老师 那王宏顿老师 是这个中研院的 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那他长期以来 都非常的关心 这个民主国家 Nation State 还有民主主义的问题 不只是在台湾的历史脉络之下 也是在东亚 在中国各种脉络 那他最近发表的文章 我觉得非常值得去阅读 去细读 就是相细的阅读 特别是他2021年发表 在思想城发表的 我们能和解共生吗 凡是台湾的转型正义 与集体记忆 其实这篇文章 我在中山今年七月 我们又办了一个 国际研讨会 关于共生哲学的研讨会 那为了那个研讨会 我就去拜读 王老师的这篇文章 然后我觉得 欺发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去了这个共生和解的问题之外 他也有就思考了 比如说这个共同 或者集体记忆的问题 不管这个记忆是跟这个战争有关 或许跟内部的政治有关等等 所以王老师就是可以帮我们理解 民族主义的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理论上的问题 或是历史上的问题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能够欢迎王老师到中山大学来 那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每一位教授 会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先做报告 他们会回应这个题目 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作为共业 那当然20分钟是就是大概的限制 如果到22 23 25分钟没关系 那我们在座的世卫做报告之后呢 报告完了之后呢 他们会有机会进行内部的一个讨论 那我自己不会特别的 主持你们自己就是如果要体问 或是进行交流都可以 然后在最后就是活动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会有公开讨论的事件 那我们可以跟我们在座的贵宾 就进行深刻的交流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活动的规划 那你可以帮我用很热带的掌声 欢迎我们四位教授 谢谢大家 我这次很荣幸就被邀请下就是下来 再去再去看你们的学校也是去参加这个论坛 我其实我今年就来台湾就待了一年在中文院的经事所 但是我几个礼拜前赶到台湾 所以我中文也还没有完全习惯了 就是一直有讲话 所以要请你们原谅一下 我还没有很多的机会用中文发表了 所以如果有碰到问题的话 我可能就偶然会用一些英文 再把自己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 那我是像Mark刚刚说的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 我主要是做情史 他刚刚说的我那本书就写清朝的历史 我的背景就是从清朝清朝的历史 我现在也开始做一些early modern world history 但是我主要的领域也是在这个early modern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这一次的发表的机会 就是做一些perspective 一些概念再探讨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中华民国也是民族主义 所以我想今天跟你们分享 我一些最近在做的研究 然后我是从岁代来开始 这么晃 另外一个方向 我刚刚按了就没有婚姻 我按了这个然后它就是白色的 从岁代来开始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随代的地图 但是我可以用它再表达我的意思 在607年 就是随朝的皇帝随阳帝 他就听到一个消息 是在海外 就是中国的东边 在这边有一个地方 因此他就派了 派人 去了解那个地方是什么 他就派了两次的床 去那边去调查 那他们就找那个地方琉球 一个三殿水的琉球 然后再过 在唐朝 宋朝 元朝 大概700年 大家都大概知道这个琉球 是什么 那他跟中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就是一个海外 海外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 然后在明朝 在1368年 1372年左右 在明初 他就开始去成立 就建立关系跟这个琉球 然后他后来有盖字 我等一下会谈的 但是他们都知道 这个琉球 就是我们今天 所谓的重现 或者Riocos 就是日本 下面的南部 那在整个的中国史 大家都没有怀疑 这个琉球 是什么地方 他们都是一直认为 所有的中国人 他们就写了 写了理论 或者出海 都是知道 这个琉球 是属于这个Riocos 或者这个Oakinawa 然后突然 有一个事情 在1919年 柯晓明 在新元室 就出版这本书 那他在里面 又谈到琉球 他说这个琉球 是台湾 他写了一句话 琉球 就是今天的台湾 那之前的 就今天的琉球 这个有鱼子旁的琉球 那个明朝 我们才跟中国有关系 因此他又分开了 就是在隋朝里面的琉球 那个三点水的琉球 那个是台湾 然后在明朝 就出现这个琉球 那个鱼子旁 那个琉球 那个才是Riocos 那个Oakinawa 这样子的概念 就变成一个standard 他变成那个固定 就柯晓明提出来这个想法 之后大家都是 大家都接受 因此我们看到 在 联亚堂 在里面 那个台湾同事里面 也是用这样子的想法 这个琉球是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 这应该是说 那个 中国民族主义者 都是在接受 台湾民族主义者 也是在利用这样子的 的说法 比较认真的水者 他们也是在 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那在 在大陆的一些水者 他们也是开始 在利用这样的说法 那最最 可能最有后果的 或者最有 就是 the greatest political impact 是在 1993年 中国大陆又出了 台湾的白皮书 都是从这边开始 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在隋朝 它就是跟 台湾有关系 然后 就变成 然后那个琉球 是台湾 那我的问题是 这个怎么发生 怎么搞成 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为什么 大家都是在 推动这个新的理论 是台湾 那个琉球 是台湾 为什么 大家都是在 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琉球 是台湾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现象 也是特别奇怪 因为在中国的 中国的历史里面 没有人 觉得那个琉球 是台湾 那我 我今天 要用我这个事件 再回答 这个 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琉球 这么变成 这么变成台湾 那我在 我 我 这样子的报告里面 我会 就很快的 把这个故事 又讲下去 那这个故事 有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 在欧洲的汉水史 我会再讲 在1874年 这个理论 是第一次有出现 然后在整个的欧洲 大家都开始 在推动 这样子的 流出台湾 流出台湾论 那第二个阶段 是到日本 在1995年 在1995年 日本占领台湾 然后也是开始用 开始用这样子的说法 来去 来去解释台湾 台湾的历史 然后第三个阶段 是到 是 是到中国 那我会 那 我的说法 我的理论是说 这个 这个问题 不就是 一个 一个说法 一个新的研究 被 被 被创杀出 但是是 制造 一个新的 历史 的 资料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historical knowledge 然后但是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argument是说 这个是 墨益中的 了解 世界 就是 墨益中的 世界观 it's a means of interpreting the world and how and how it's and how it's and how the world is organized so这样子的 历史 知识 这样子的理论 就是被 被制造了 然后他就是 被制造的 这种历史 也是开始 去创造 台湾 不就是台湾 的 这个岛 或者台湾 当成一个 political entity 但是也是 去创造 中华民国 如果最后 在结论里面 我可以再回到 我们这个 论坛的 问题 这个中华民国 作为工业 然后再探讨一些 我觉得我 研究对这个问题的 一些 implication 好 那第一个阶段 但是我开始之前 也是要讲 要很快再讲一下 那个琉球航线 就是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琉球 跟中国的 关系是什么 也是要从 那个文献 来 来 来 去了解 我 我准备很多 slides 我会比较快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要很快再下去 如果有问题 我们在 那个Q&A的时间里面 再可以 可以回去看 好 所以在中文的 在中文的文献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 就看到琉球 第一个是在随处 就是说出琉球 就先到那个高华鱼 然后再三天 再两天到这个岛 另外一个岛 执鼻鱼 然后又一天 到琉球 也是在新唐处里面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一样的事情 如果要出这个琉球国 就是先到高华鱼 然后到执鼻鱼 然后要到琉球 也是在竹水鸡 也是在一个 一个松 一个松草的一个资料 也是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寒线 所以从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航线是比较固定的 你这么到琉球 你先做船到这个高华鱼 从高华鱼到珠比鱼 然后从珠比鱼 要到琉球 所以我要特别注意 这个高华鱼的 这个maritime route marker 然后珠比鱼 这个另外一个maritime route marker 在每一个温线 我现在就有三个例子 但是随着有找出来更多的 快接近五十个例子 都是要划这样子的线 先到高华鱼 然后到至比鱼 然后到琉球去 那这个是一个汤士岛图 这是一个背诵的一个地图 然后在地图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里是高华鱼 这里是至比鱼 然后这里是琉球 所以从这背诵的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航线在这边 好 那在明朝 他明朝是在1372年跟琉球 这个琉球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的沃金纳瓦 出建立关系 那当时候 他就把他的那个字 从那个三点水 改成 那个 跟一个鱼子旁 鱼鱼就稍微 改一下那个名字 但是那个时候 就成立关系 然后也有 有派了不少的人 就明朝有派了不少的人 去琉球 然后琉球 也是没几年 会派了一个mission 到清朝 先到明朝 然后后来也是继续 到清朝去拜访皇帝 那他在里面 也是会一样 探到这样子的一个航线 所以这个是 琉球路 是一个明朝 的一个文献里面 他是从琉球到中国去 所以他说 就一天 先从琉球出发 到芝比鱼 从芝比鱼 到高华鱼 然后回到中国去 那在地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所以可以 在这里置壁鱼 就一天 这里 有求 高华鱼 然后再过去 去 去中国 这个 这是比较 这是完 这个是16世纪 16世纪的一个 地图 也是明朝的 第一个地图 所以问题是 这个高华鱼 跟芝比鱼 到底是 是 是哪里 那基本上 我觉得 那个 那个线可以这样子 就是今天的高华鱼 是在基隆 的北边 叫花瓶 花瓶鱼 就一个石头 然后芝比鱼 是在欧几奈娃 就今天的欧几奈娃 prefecture里面 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枯米岛 然后琉球 应该是我们 今天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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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沃几奈娃 这个看起来 很清楚 从这个文献来看 这个行线 就很清楚 因此 为什么人 在 之后 开始认为 这个琉球 不是沃几奈娃 但是 是 台湾 所以这个故事 是在 跟一个法国 韩水家开始 在1874年 这个人 Leon Deheve 迪森丹尼 在1874年 Deheve 他就出版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他说 他就开始看了一本书 看了一个 这中国的 历史的书 马段林的文献通考 这是一个元朝 的 一个资料 那在文献通考里面 那个马段林 又谈到琉球 那他就是从水朝 又敲 就是从水书敲下来 这个关于琉球 的事情 的 那个记载 那Deheve 就看了这个资料 他说 我在看了这个 我觉得那个 他谈到那个琉球 是台湾 那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么讲 这个是他 自己画的地图 我的照片 有点不清楚 但他这是 他自己画的地图 那他说 他是从这边 在处罚 在附近 好 没错 那他说 那个高花雨 是在澎湖 的一个 一个叫花雨 那那个致壁雨 是在澎湖上 的一个山 叫贵壁 贵壁山 你看他的 他的西 然后那个后来 琉球 是台 是台湾 所以他就 他就是从这 这一份资料 有一些推测 那个高花雨 之比喻是什么 然后那个琉球 肯定 他就认为 那个琉球 是台湾 后来被大家 很快的接受 在 整个的 澳洲的汉水家 又开始 在说这个 在跟着他 推出这个理论 这个琉球 是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不少 的 的 的水者 又开始有探讨 这个问题 那我们 在这里 必须再说 不就是 为什么他会 就推出 这个理论 但是为什么 他会开始 再谈到台湾 为什么他会 对台湾 感兴趣 说刚好 那一年 1874年 欧洲人 开始特别 注意台湾 那在1860年 鸦片战争之后 就台湾的港口 被开放 欧洲人就开始 跟台湾 做贸易 那在1874年 日本 就 切入台湾 就因为 有一些 日本人在台湾 被原子民 就 看死了 然后 日本就 跑出 清朝 就要求清朝 赔偿 清朝 拒绝了 然后 他们差一点 战争 英国 英国在 帮他们 去做 mediation 然后卸和 然后他们 有一个条约 但是 日本有差一点 要去 当时候 去占领 台湾 然后在 那个时候 欧洲 开始特别 注意台湾 因为他们就认为 如果 日本再去 占领台湾 那那个会 对欧洲的 贸易 不友善 因此他们都 希望 然后当时候 欧洲的 欧洲的政治人物 他们就是说 我们希望 台湾会 留在清朝的控制下 不会变成 日本的通知上 因此 他们就花了很多力气 再去跟 日本 再去帮助 日本跟中国 再去协和 然后再写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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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ct 所以最后 中国会承认 那个 琉球 是 日本的 然后 然后 日本美国政府 都是承认 台湾 是 中国的 因此 这样子 的 一个事情 就出现了 所以欧洲人 就开始 对这个 台湾 很好奇 他们想了解 那个台湾的 原来 是在哪里 它原来 在历史上 到底是属于谁 那在这边 这边是很重要的 他们怎么看台湾 他们看了 整个的岛 因为他们 有某种的 一个想法 所以 在17世纪开始 就出现 特别是 80世纪到 然后特别强调 在19世纪 那个是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有一个 很清楚的 一个线 就是一个border 然后有两个国家 那个两个国家 中间就 有一个很清楚的 因此他们 看了台湾 他们没有 看了一些空间 他们看了 那个整个的岛 然后那个整个的 border 就会划成 那个岛 那这个跟 中国大陆 应该是 不说中国大陆 那是清朝 或者明清 是不一样的 一个看法 那明清 他们没有看台湾 是一个岛 他们就看到 台湾 某一些空间 是在他们的 控制下 或者某一些地方 他有那些 韩人在那边 那他就必须 他可以在那边 受水 或者必须 帮他们保护 他们必须再 推翻原住民 他的概念 都是从这个空间 或者一个zone 一个zone 的border 来谈 不是从 不是一个 很清楚的 一个边界 来看 因此他们没有看 整个的岛 这个 说台湾岛 不是一个political entity 不是一个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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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 所以从这个地图 这是清朝的 清朝的一个地图 这个是从台湾 看台湾的 西安 然后你没有看 整个的岛 你就看一些部分 一些部分在 清朝的认识里面 一直在1874年 那些日本人 在台湾 被原住民卡了 清朝就 就不会负责任 他们说 那个不是我们 负责的地方 那个不是我们的地图 因此 尔本说 好 那我们要去 占领台湾 因为那个时候 尔本也开始 要说 西方的英雄 他们就是看 这个整个的岛 就是political entity 那个政治的议题 因此 如果清朝 没有要负责任 那我们要 去负责任 那我这样子讲 是那个欧洲的 欧洲的人 他们用这样子的 一个看法 来看台湾 因此从这个 整个的岛 这个看法 他们要推测 那台湾这个岛的 原来是在哪里 那他们要去找 那个最早 在文献里面 最早 提出台湾 那DHERF 还有其他的 汉水家 他们认为 他们找到了 那那个就是 在水朝 时候 好 第二个阶段 我们时间还好吗 七分钟 好好好 那第二个阶段 是 是日本 所以 在1875年 有发现 对我的故事 两种 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一个 当然我们知道 是那个 Semino Seiki Treaty 所以台湾被 刮给 给 给俄本 变成俄本的 殖民地 那第二 第二件事情 是一个汉水家 这个德国的汉水家 Ledward Rees 他被俄本 邀请 去演讲 那他在1895年 又谈了台湾 他就是做一些演讲 演讲到台湾 后来他的演讲 被翻成 俄文 台湾岛史 俄本就去占领台湾 他们想了解 这个岛 是什么 他们想 就是 在寻找 关于台湾的 台湾的知识 那他们就看了 那个 欧洲人 也是这个 Ledward Rees 在去教他们 这些 这些事情 因此这个 这个流球台湾论 是这样子被创到 创到 俄本去 这样很快 在俄本 被 被创 被流传 就是 spread throughout spread throughout Japan 因此我们看到 一些 俄本 俄本水者 有开始 不就是在 推出这个理论 但是也是 交了更多的证据 在说这个 早期的流球 是台湾 所以就是 这两本是 二本水者 这个是一个 一个 Japanese politician 他就是 派到台湾 去治理台湾 写了一本书 但他里面 也是有推动 这个流球台湾论 我们也发现 也是在报纸 也是在报纸里面 特别 这两种报纸 台湾 台湾 尼泽新波 还有台湾 季后 他们就 有 他们在当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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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发表 不少的文章 有看到 这个台湾 流球 流球论 然后快的来讲 这个 这个 这个台湾 这个流球台湾论 是对日本 有做好两种事情 这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日本人 要去推动 这个理论 那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要 肯定 流球 就沃金纳瓦 是日本 的一部分 因此他要说 那个沃金纳瓦 在文献里面 最早不是在中国的文献里面 但是在俄文的文献 因此如果那个流球 是沃金纳瓦 那个会挑战 那个沃金纳瓦 跟俄本里面的 历史上的关系 那第二件事情 他就是会说 台湾是中国的 中国的一部分 那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找到 在中国的文献里面 最早的台湾 那个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在1895年 因为战争 我们有条约 台湾变成我们的殖民队 所以他们就是要肯定 沃金纳瓦 是日本的台湾 是中国的 现在台湾 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这个台湾流球论 就是帮日本 做这两种事情 那在当时候 这是日本的汉水家 他们开始做了 一系列的地图 所以这是水草 这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台湾 但是他就写成流球 沃金纳瓦 还没有出现 这个是唐朝 也是一样 台湾 沃金纳瓦 应该差不多在这里 也还没出现 然后到清朝 这一个地图 台湾应该在这里 就没有滑出来 但是琉球 这个沃金纳瓦 已经变成 日本的范围 里面 好 第三个阶段 中国 他怎么进去中国 我这个比较快会讲下去 会连接到今天Mark 跟杨嘉宾老师讲的 在那个 在那个exhibit里面 有谈到就是不知道 那个中华民族主义 第一些发展 也许是中国人在台湾 这个台湾 那个流球台湾论 就是进入中国 从两个官岛 一个官岛是从俄本人 那特别是这个人 弗吉他 托尤哈奇 天堂风宝 是一个俄本的汉水家 他在中国 又待了 待了蛮长的 他是那个 那个革命之前 也是到中国 也是要 也一直留到 差不多 1920年左右 他写了一本书 他就是写了一本书 这个 道义之类 那道义之类 也是一个元朝的 对的一个文献 那他就是做一些主事 那他在里面 也会提到 那个流球 也是在 然后他就推动 那个流球台湾论 就谈到那个流球 他就是写 那个 在那个汪道涵 在这个 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是谈到流球 那个流球 就是台湾 就是台湾 那个富吉他 他是跟 他后来 他是跟柯上明 应该是 应该是认识 他们 他们在 在某一些事件 他们在同样的一些学校 然后他们也是在 那个清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在这个中华民国里面 就是 去设定那个 那个中文旺的叫什么 就是写了秦史 就那个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那个单位 就是专门负责 清朝的 清朝的历史 当时候 他们两个人 都是 都是在里面 那他们在里面 也是 有遇到另外一个人 是联恒 联亚唐 他那个时候 是在中国 他也是后 在那个 在里面 那联亚唐 他现在 他当然在台湾 他也是在台湾 做记者 所以他有很多的机会 当然是看报纸 那在报纸里面 有可能是碰到 这个 这个流球论 也是在 在不少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日本的汉水家 在台湾 去流行 他们的那个 的研究 那个 流球台湾论 因此 那个联恒 又碰到这个问题 那他是在写 他的台湾同事里面 他也是画了一张 这一张 要谈到流球 那说 这个流球 就是 就是台湾 所以从这个 两个广道 那个 然后跟柯少民 写的 性情史 关系很密 因此他们从这边 又 知道这个 这个理论 也是有把它 推出来 那为什么 他们会推 那 他们为什么 这 为什么这些中国 在中国 他们会再 推出这个 那个 流球台湾论 那 主要来讲 或者简单 简单来 来 来讲 就革命 之前 就是革命家 还有革命 之后 就有一个问题 是中国 是什么 还有谁 谁是中国人 那他们从那个 就是必须面对 那个清朝 就是韩人 或者那个 就是清朝 去占领了 其他的地方 蒙古 新疆 西藏 满洲 那是其他的地方 那个会属于中国 没有 那后来他们 决定这个地方 也是有属于 属于中国 但是他们 还是在 要面对这个问题 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国是什么 然后谁 哪一些人 会属于中华民国 的人民 那这是历史 那是历史水家 那是水者 那他们就是 从历史的角度 来开始写 所以很有趣 他们 当时候 特别我们看到 那个富吉他 富吉他 也是柯少民 那他们写的原 他们就是 他们要写原始 那那个原朝 就是他们 在处理一个问题 原朝到底是 中国的历史 或者是蒙古 蒙古人的历史 那如果蒙古 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肯定是 中国的历史 因此他们 就是特别要注意 要写这个 这个原朝的 原朝的历史 那台湾呢 连衡 就是在 做这件事情 那连衡 我们知道 他是 他是觉得 要脱离掉 那个俄本的 殖民地 也是要回去 回去中国 因此他就是 从这样子的立场 来去划 台湾的历史 那他们就觉得 那个刘秋论 会帮助 他做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真的比较快地 说下去 但我们可以 可以回去 好 我的结论 我很快就讲了 这个 就提醒你 这个故事 1874年 那个欧洲 寒水加感 提出来了 1895年 这个理论 又进入日本 那个福吉他 天天风风暴 福吉他 他又出来 这个道义之类 1919年 新原始就出来了 然后 1920年 连衡又出来了 他的台湾 台湾同时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就是会 跟我们讲 那个一种知识 就是会被 被制造了 然后是在 某一种的状况之下 被制造了 也是从 某一种的 概念 那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关于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那最大的差别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讲的 就是清朝对台湾 的概念是什么 不是整个的岛 但是欧洲人 跟日本人 他们就是看的 那个岛 就是一个 整个岛 是一个political entity 因此他的历史 还有他的 整个的来源 就必须 再去找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 的理解 我们的take away 我们应该这么看 就是我们的世界 而且我们的历史 是我们自己 会制造的 那要去追求一个 真正的 真正的 的truth 那个真正的 发生什么 那个还是 还是会 还是会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 在哪一些状况之下 我们会去制造 制造一些历史 那也是从这样子的 的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的世界 而且来看 我们未来的做事情 因此 我最后 要留下来的 这句话 从一个哲学家 跟巴西革命家 恩格尔 说 过去的事情 不应该再控制 我们今天的世界 也不应该再控制 我们的未来 谢谢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感谢 克里老师 非常精彩的 这个报告 把台湾的 这个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就是地区的 主权的问题 放在 三个不同 历史的脉络 然后让我们看到 这个历史意识 历史知识的 一个负载性 还有 这个 不同的民主主义 对历史意识的 历史的要求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 欢迎我们第二位 做报告的 朋友 就是万一志老师 谢谢万老师 老师 好 大家好 各位先进 好 那这是我今天题目 How to or how not to think about the ROC 那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思考 或不要去思考民国体制 那我的副标是 decode war 就是我希望提出一个去冷战的观点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提一些关于另类的 社会经济的想象 这个还是我的题目 我的发言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其实前两个部分的主标 都是借自别人的书 写在民国边上 当然来自前中书 写在人生边上 故意借了一下他的 那个book title 那我会谈一下 那如何去思考民国 或如何不去思考民国 如何在民国的边边上面 去思考它 那第二个部分 我会专门去谈说 那统治了近现代中国的 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 那其实它带了很多 我认为比较负面的 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那我们如何从民国这个当中 去把历史给拯救出来 那这个过程当然也是 像刚才我们可以讲的 它是一个重新生产历史支持的过程 那当然这个title来自于杜赞奇的那个书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民国当中 拯救某些我认为 可能今天更有这个价值 去探索的一些历史 那我会谈一个比较理论性的问题 我们如何在这个 重新生产历史支持的过程当中 去挖掘一些意志的时间性 证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 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 那最后我会谈 整个包括了两岸 在战后 其实是陷入一个冷战的格局 那我会谈说 这个冷战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 对于历史书写上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样去拆解这个 我所谓的冷战格局下的 镜像的构造 好 我先提几个 就是借用杨若冰老师的话 就是我们如何来礼赞民国 我们如何praise民国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已经存在的事实 我们大概台湾社会 有几种去礼赞民国的方式 这是我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第一个是 很多人会去怀念 或者是想要去进一步的延续 或者挖掘中国大陆时期的民国 所以不管是在台湾 还是是在中国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对于民国学术的一些讨论 那杨若冰老师的书里面也很多 那晚近这几年 也引起很多讨论 像越南写的 这个大学与大师 南渡北归三部曲 其实也都在谈这个过程 那似乎很多人会觉得说 民国时期 有一个非常璀璨的学术发扬的期间 然后出了很多当代的大师 那当然还包括 即使在中国内部也有人在谈 我们应该要重顾国民党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 那特别是国民党如何领导抗战 那你也知道就是 90年代曾经出现过 一度出现过所谓的民国热 这个大家可以放在这个底下的脉络来谈 那再来是 台湾有些人理在民国的方式 是去纪念 或者是不愿意抛弃 所谓党国体制底下的民国 他们所理解的民国 比较是所谓party state system 那这个当然表现在 许多政治上面的流派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些党派 大概是这样子的看法 就是他们会觉得 所谓的民国就是一个party state system 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们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正面的价值 好那第三个是 从过去这个党外运动 一路到今天的整个民进党的主流的看法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比较台湾主流的看法 那我们承认民国 而且也理在民国 但是它是一个亲美反共的 自由资本主义示范地 是一个自由中国 那是民主化 然后以及到最后这二三十年来 一个慢慢本土化的民国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目前台湾 如果你要说有一个所谓 Taiwan consensus 大概比较接近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已经把民国给本土化了 而这个本土化是搭配着 民国底下的反抗运动 民主化运动 而这个民主化运动 又是整个镶嵌在 亲美反共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战略底下完成的 好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些人会去谈 就是说民国的重要性在于 它保留体现或者深化了 中华的文化 包括比如说很多前辈们 对辛儒家方面的讨论 那这个都大概大致上 我觉得有几种去思考民国的方式 那我要谈的是从这个地方出发 但是我并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会再让大家来思考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与民国有没有关 因为这些东西跟前面的几种 我的分类似乎都有点格格不入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中国的广州中山大学的 袁伟石教授 那他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论断 他说呢 民国时期的中国曾经有机会走上一个 比如像接近联邦制的国家 那当时1920年代的上半叶 也曾经出现过强大的联省自治的运动 很可惜他觉得这个联省自治的运动 被包括国民党在内 尤其是孙中山系统的这一脉人 给扑灭掉了 那后来强调都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 然后慢慢地把国家给集权化 centralized 那所以袁伟石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岔路 走了一个错的路 如果当时联省自治运动能够成功 也许今天中国的面貌会不太一样 那当然两岸的关系可能会很不一样 第二个是 民国时期 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组织 叫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 这个联盟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地 都有人参加 包括也台湾 那为什么特别放这个 因为它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东西 而且有民国时期的台湾 应该 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日本统治 所以不能说民国时期的台湾 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中国 但是日本时期的台湾都有人参与 比如说台湾的 座文明的参与者是林炳文 林炳文是林海英的叔叔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作家 林海英的叔叔林炳文 那他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位参与者 因为他当时人在北京工作 就加入了这个跨国的 无政府主义的运动 那比如像韩国有一位历史学家 叫申采浩 他也是很重要参与者 那后来林炳文跟申采浩 一起在大连被日本政府逮捕 然后林炳文就应该是被枪毙了 而且林炳文是我们苗栗客家人 苗栗头粪人 因为我以前我老家在头粪 所以我蛮对他历史感兴趣的 这个东西它体现了某种跨国的团结 这个东西其实你看在尤其是战后 不管是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 还是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 这个东西是比较少出现的 当然中国会谈其他 他们跟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 但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 它跟这个比较由下而上的民间的串联 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层次 再来第三个 我觉得很值得谈的是陈独秀 为什么特别值得谈陈独秀 我从这个地方讲起 陈独秀是1942年过世 1949年的时候 他在过世以后 有人帮他最后几年的文章跟书信 整理成一本小册子 叫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这本书是胡适帮他作序的 为什么这个书很重要 是因为陈独秀经常受到争议 就是他到底晚年 尤其是3839 193839年以后 他是不是向所谓英美的自由民主体制投降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上的公案 为什么特别谈这个 因为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就是陈独秀他其实是两面不讨好的 那国民党谈陈独秀 不会去谈他在1920年代以后 参与共产党的这段历史 那台湾的继承国民党体制的 中华民国体制 看陈独秀主要也是把他局限在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 这段期限的陈独秀 OK 那不太会去谈他之后 怎么样变成中共的创党人 怎么样变成第一届 第四届 第五届的总书记 那这个对民国体制来说是尴尬的事情 OK 所以不太会去谈这个东西 可是对中共来说 陈独秀也是一个禁忌 为什么呢 因为他1929年就被中共开除出党了 而且后来花了将近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在跟中共对抗 他一开始是成立中共内部的左派反对派 他后来另外组了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共产主义联盟 来跟中共对抗 那他当时是受到了来自苏联的托洛斯基派的影响 那这个当然在中国历史上 又是一个完全被中共给压抑的一个传统 所以特别提这个就是说 陈独秀在两岸 他呈现的面貌都是不完整的 那这个东西他是不是民国的一部分 再来跟陈独秀有关的 就是另外一位 也是一般被归类为所谓托洛斯基派的 叫王石卫 王石卫是1947年 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当中 被中共迫害死了 那他是最早公开批判 共产党体制的共产党人 那他很有名 他写了野百合花 当时在延安整风运动当中 他就公开的批判中共里面 一分三色十分五等 说我们不是在追求理想平等的社会吗 为什么共产党的高官穿的衣服比我们好 他们吃的饭比我们丰盛 那后来当然毛泽东容不下他 所以后来就是有人就把他干掉 那毛泽东还出来猫哭耗子 就说怎么可以把王石卫这么有才华的人杀掉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毛泽东应该是同意的 那为什么特别谈王石卫 是因为王石卫也是一个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人 那他后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吸引 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那后来又被共产党给抛弃掉 甚至被处决掉 那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也是在民国与中共体制当中 夹缝当中不被看见的一个人物 尤其是王石卫 他的才华在哪里 他是中共早期翻译了最多马列主义经典的 一位翻译家之一 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 好 然后最后就是 曾经跟王石卫有非常深厚交情的王凡熙 他曾经是中国的 反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者里面 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般也被所谓 归类为所谓托派 那他后来战后就到香港 后来就再到英国去发展 他也影响了我们某些台湾人 比如说大家可能认识了陈林芳老师 陈林芳老师当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就受王凡熙很深的影响 王凡熙在1977年 在英国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 这个为什么特别重要 就是说他在里面 有一个你从今天看来很难归类的见解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可是他认为 这个跟中共或者是台湾的同左派不太一样 他认为我们应该对台湾的民族主义 有更深刻而同情的了解 他认为台湾民族主义 不单纯是被美日帝国主义煽动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长期是同左派他们的宣传 台湾民族主义就是你从日本时代以来 一直到战后的美国 某些亲日亲美分子煽动出来的东西 那他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台湾人他说过去整个几百年间的发展 当然这是一个汉人时关 他说几百年间的发展慢慢形成某种共同抵抗外人的这样的意识 他认为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情感的东西 他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正视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立场其实你也在正统的立场里面 他很难找到容身之地 可是王凡熙他也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物 所以我随便挑了一些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历史的碎片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认为 我们今天要理在民国 其实还有更多条路可以更多条路径可以选择 那我就沿着这个来进一步去开展 我稍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社会理论工作者 所以我会喜欢用一些社会理论的概念 来去架构我的这个演讲 那我先讲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以上谈的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从东方中产主义者联盟 从王石卫到陈独秀等等 都是容易被excessive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 不管你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 所淹没的叙事轴线 这些叙事轴线我认为 可以让我们在中国近现代的整个线性的历史书写当中 另辟蹊径 找出社会发展中的heterogeneous temporalities 一个抑制的时间性 那去开辟另类的social economic imaginaries 那我这边用imaginary 是来自于我受它影响很深的一位思想家 他是一位希腊裔的法国的思想家 Gornelius Gastoriadis 那我在四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在香港的21世纪期刊 我去比较马克思跟Gastoriadis的思想 各位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Gastoriadis其中一个很重要理论概念 就是提出所谓的imaginary 那我这边是借用它的看法 那根据Gastoriadis说法 一个社会基本上它会发展出四种的想象 包括自我的想象 第一种是一个self image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我们这个团体跟集体的collective being 那第二个是一个world image 就是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身处这个世界 包括自然的世界 那第三个是我们会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它的说法就是每个社会都会去界定自己的需求价值和意义 那最后一个就是比较结构性的 社会如何被结构组织起来 articulation的方式 这个是Gastoriadis他所谓的social imaginary 那对我而言我认为理在民国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挖掘跟解放民国已经蕴含的某些潜能 而这些潜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被开展出来 那我们可以透过发掘这些潜能 来去开展一些比较激进的想象 那激进的想象 这个概念其实也来自于Gastoriadis 因为他在书里面曾经区分出两种想象 一个叫做limagine et artigale 就是我翻成激进的想象 它指的是说 行动者能够在signifier跟signify之间自由地建立连结 并且不断地去开展新的连结出来 这个叫做radical imaginary 那另外一个就是英文可以翻成actual imaginary 它是一个实际的想象 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它有实际存在那边 被大家接受的一个去架构 signifier跟signified的方式 那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关于这个社会的想象构成 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当我们能够去开展激进的想象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去 我们就能够在一件事物当中 看到他所不是的东西 然后能够看出他所不是什么 而不是看一个东西 你就接受take what it is 而是你可以see from it something other than this thing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开展激进的想象 就是你能够不断去avocate your image 就是你能够不断去召唤出新的意象出来 所以我大概是在这个 这个关于想象的指导之下 我去重新去看中国的近现代史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从中去找出一些 比较radical imaginary 那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得严肃清理内在于民国 以及宣称他们继承民国的新中国 他们的民族主义跟国家主义的遗产 所以以下我会开始谈这个问题 我们这次的讨论会 好像有一个总的标题叫道统 叫Renovating the way The way就是道统 那我这边故意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就是它到底是道统还是歧路 到底是The way or going astray 它是The way还是going astray 那我可以稍微 我并不是中国现代史的专家 但是我有一些业余的阅读兴趣 所以我把我一些平常阅读的心得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认为这个 如果你要看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史 大概很难绕过梁启潮 这个大家应该都承认 那包括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概念 也是梁启潮从日本引进到中国的 那目前在这个中国思想史上 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梁启潮当时到底看了哪些著作 然后在日本受到哪些人的影响 然后他翻译了哪些著作 这个其实已经很多人讨论过了 所以这些并不是我的创建 那我只是把我平常阅读的东西 整理出来而已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瑞士的法学家 这个尤汉·布林斯利 一般翻译伯伦之利 大概现在大家会同意 伯伦之利其实对梁启潮有蛮深刻的影响 可是伯伦之利是谁呢 他在整个欧陆的这个法学史上面 我们一般把他归类为 国家有机论的代表人物 那伯伦之利他的国家有机论 从1870年代起 就被日本学者加藤洪之 他引进到日本 大家知道加藤洪之 他的身份接近于明治天皇的私人家教 就是明治天皇非常仰赖他 对于某些事物的见解 那后来整个日本明治维新的宪政依据之一 也是来自于伯伦之利 那我就读了伯伦之利的某些著作 因为我个人对思想史很感兴趣 这个是伯伦之利很重要的一本书 叫Lehr von Modernenstatt 我可能翻译国家论 里面有一段话 大致上我觉得反映出 到底什么叫国家有机体论 这个东西又如何被引进到日本 如何被梁启超继售 最后再传回中国 就是说他认为 国家是一个menstrual organism 反正人类有机体 而且他说国家就是一个menstrual person 就是一个人 因此他会说 Statskrupp 就是国家的身体 必须模仿人的身体 完美的国家 就是一个可以看到身体的一个人 这个大概是国家有机体论 国家就是人 我们怎么思考人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拿来比拟为国家 反之亦然 那这个是非常 非常具有德国浪漫主义特色的 一个国家学说 那这个学说 对当代的日本跟中国影响得非常大 那所以日本明治政府的精英 大部分都接受了 伯伦之类的国家学说 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因为你把国家当成一个人 OK 所以这个人要强大 他要能够做重训 用轻人的话来讲 他要做重训 然后他要能够把自己变得 这个无坚不摧 OK 那所以他们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而这些政治基因最终击败的 日本曾经蛮重要的 有相当程度上 由下而上发动了一个自由民权运动 那最后日本呢 就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范本 制定了保留君主实权的1889年 大日本帝国宪法 好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看日本刚才提到 这个加藤洪之 他本人思想的演变 因为1881年 加藤洪之竟然在日本申请 查尽自己的著作 为什么呢 因为加藤洪之年轻的时候 他是卢梭的信徒 他在日本去宣传了很多天赋人权的学说 OK 然后谈了很多现代的公民论 而不是民族主义论 是公民论 可是他后来越来越受伯伦之的影响 然后发现自己以前那一套 这个太 就是太不国家主义了 所以他开始去跟日本政府说 我要查尽我自己的著作 所以他包括1870年 曾经写过的真正大义 1874年写过的国体新论 OK 这个都被他自己查尽掉了 然后他在1882年就出版了一本人权新说 他在里面完全幡然悔悟 他说我早年喜欢卢梭 但是我现在认为卢梭是从古至今 罕见的妄想论者 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白 那梁启超怎么看呢 因为梁启超既受到加藤洪之的影响 也受到伯伦之理的影响 我这边引用了新名从报 第一期1902年这篇文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我觉得这段文字非常有意思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他说伯伦之理之学说 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 他把他拿来跟卢梭做比较 然后我们看跳过几行 跳到第四行 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是一个国家主义大兴的世界 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 这是卢梭的说法 就是人民主权的学说 前之所谓popular sovereignty 经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 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 而胜强之国乃利 这个是梁启超他在思想上面的一个 隐为的转折 就是很多学者都指出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一致的 他经常会自强矛盾 所以大概可以辨识出他思想当中 几种不太一样的趋势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出 至少在19 20世纪初期以后 他越来越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 我这边就认为说 这种强大的国家主义的思潮 跟民族主义结合以后 他就变成我这边提到的 所谓的血缘民族主义 因为这个也是日本的发明 应该说日本继承德国的一个发明 我这边引用的是日本的学者 锦上哲次郎 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六年 然后曾经非常喜欢 Herbert Spencer 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赤语演绎》 是帮明智天皇 他颁布的教育赤语 做了一个注释 做了一个类似懒人包的小书 他在1898年的增定版里面就写到 日本民族为来自于 同一古代传说的戏谱 建国以来居住在同一个国土上 具有同一语言习惯风俗历史 所以大家都是一大写族 日本民族就是一个大和民族 相互之间都是写情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所谓的写原式的民族主义 那这一套东西来自于德国 那信与不信 这套东西又被中国学了去 那我这个地方是主要来自于 我读王科的书的一些心得 那我觉得王科是相当具有批判色彩的 一位当代中国的史家 那这个是我完整引用王科的话 他说这种强调民族的 血缘共同体性质 以此基础发展出 一个国家做一个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思想 是近代中日两国特有的要素 那如果从思想变迁的轨迹上来看 他们都从着重个人自由的国民 慢慢演变成 以共同体优先于民权的民族 这个地方可以提一下 因为Nation这个字 当初在日本曾经争论了十几二十年 就是怎么翻译Nation 那曾经有人早期翻成国民 是比较强调人民主权学说的这一派学者 他们认为Nation应该翻成国民 他强调的是 类似今天我们所谓公民民族主义那种想法 就是我们这一定的公民的权利义务范围内 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比较是这样子概念 但是后来在日本的国粹派等等开始发展以后 他们就开始用民族来翻译这个东西 民族就是混杂了血缘跟文化的要素 它就不是一个政治权利义务的界定 所以他们将政治共同体的性质解释为 以地缘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 再演变为把血缘放进来 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看到非常明显的发展 这个地方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比如说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会认为 只要使用汉语的人 这个汉语使用者是文化共同体的概念 大家都写汉字说汉语 这个东西就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是血缘共同体的概念 因为它是子孙 它是炎帝皇帝血缘上一脉相连 它就是同文同种 大家看同文同种就是文化与血缘共同体 因为同文是文化 同种是血缘 最后就等于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个时候把政治概念放进来了 这里的中国就是现在拥有中国主权的那个政体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路把文化 血缘政治全部变成一个等号 变成一个等价链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当然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这我从网络上抓来的 包括今天两岸的很多过不去的坎 这个思想上绕不开的结 我觉得大概多少都跟这个东西有关 你可以看到今天 很多受到中国民族主义影响的人 还是动不动地喜欢说人是汉奸 在网络上的论坛也是嘛 说台湾人很多都不想回归中国 你们是汉奸 汉奸就是非常典型的 血缘共同体式的语言 所以台湾问题因民族若乱而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它背后其实是同一套逻辑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好意思 引用了一下总加速师习大大的话 好 那不好意思我还有多少时间呢 如果可以比较 快一点是不是 OK 好 我讲这么久了 不好意思 我尽快结束 那我这边简单讲一讲 我自己会这样做 我希望从民国当中 找出一些比较不被注意的 比如说对于民族主义不一样的看法 而不是就变成一个线性的 linear的conception 那一般来说 因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 太复杂了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区分的方式 比如说沈松桥 他把民族主义区分成三种 中国民族主义区分成三种 种族的国家的儒教的 这是他的区分 可是柯瑞加 Rebecca Carl 他的区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对一个政治社会学家来说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他说大致上可以分两类 一个是国家的民族主义 强调打造强大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可能代表人物是张奇潮跟孙中山 另外一个是一个泛民族的民族主义 叫ethnonationalism 他认为其中代表人物是张太炎 那根据柯瑞加的说法 前者就是这个 他打造跟巩固民族国家 可是在过程当中 社会逐步被国家吸纳 这件事情在海峡两岸 其实都类似 就是我们其实很 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自主性 但是国家主义的幽灵 一直徘徊在两岸的上空 但是他认为 就是像张太炎这种 不太一样的民族主义 这种思想 像张太炎就试图用一个 泛亚主义或联亚主义的形式 来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 比如说张太炎 曾经积极参与1907年的 亚洲和亲会 那亚洲和亲会 很多人认为 他后来发展了20年以后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了 1928年的 东方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联盟 那当然张太炎的思想很复杂 没有办法多谈 因为他也有 高度种族民族主义那个部分 因为他非常的排满 这个大家都知道 好 所以我这边引用了 那个穆维时老师 这个Villian Murphy 他的说法 他说 从1906到1911年 也就是他在泛亚主义的时期 他提出了一种反对 进步时间性的方式 来重新思考民族主义 这个时候 他把四种理念融合在一起 包括反帝 民族主义 泛亚主义 跟社会主义 或反资本主义 这几种思想并置在一起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张太炎 虽然我们社会理论学界 不是那么重视 但是像文化研究学界 包括刘继辉老师 其实都已经在谈张太炎了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张太炎 是一个可以继续挖掘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 只是我自己一些阅读的心得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不再继续多谈了 现在我要谈一个 我很需要谈的东西 就是到底什么是冷战的格局 那 不好意思 我再用三分钟 我认为在冷战格局底下 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是形成一个mirror image structure 这是我自己的用法 一个镜像的构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反对我肯定的 你肯定我反对的 反过来说也一样 它就像照镜子一样 OK 双方都需要对方来证诚自我 而且双方都接受某些核心前提 比如说两岸都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不管你反对他还支持他 OK 这个叫镜像构造 我像赵镜子一样 第二个 一国的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 可以实现 而且已经实现了 就在对岸 而且这个东西等于一党专政 不管你接受他还是反对他 我们都同意是这样子的 然后最后 不管你接受自由民主 还是反对自由民主 双方都认为这个东西 是西方自由主义 跟资产阶级的产物 不管你接受他还是反对他 大家这样也许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叫镜像构造 就像赵镜子一样 那其实双方的概念是高度一致的 就是一个支持他 一个反对他而已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造成了最坏的影响 那比如说 我借用黑格尔的说法 我们有一个肯定的过程 到否定 到否定了否定 肯定的过程 就是以台湾的民国架构 所做出来的青梅反共 反共堡垒自由中国 那一个第一层次的否定 我认为是过去包括夏侨系在内的一些前辈做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疏离台湾史 他们的亲共反美 就是刚好是反过来的 OK 那他们会强调万龙会议 强调南南合作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在国家主义的阴影底下所做的 因为他们强调万龙会议 南南合作 都是由党国体制出面去做的事情 OK 那万龙会议特别明显 万龙会议其实是各大所谓弱小民族里面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合作 而不是所谓底层人民或一般基层人民的合作 那我认为我们要跳到第三个层次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应该就是把这个东西整个拆解掉 而不是在当中简单的选择一个 那我认为最能够超克冷战结构或者Decode War 不是不加批判的拥抱 深陷国家主义民主主义叙事的大国崛起 而是我们要真的重新去梳理到底什么是国家主义 那我们应该对国家主义戒胜恐惧 那就我的立场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马克思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人 我自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自我管理式的社会主义的传统 我认为它是最能够承担起超克冷战结构任务的 一个世界观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刚才那个 McCabe提到Oakinawa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王志明老师应该知道 因为你主编的文化研究 曾经看过他的翻译的文章 这个琉球宫古岛的诗人思想家穿满新衣 他在1981年曾经发表一份 叫琉球共和社会宪法寺案 这个非常有趣 就你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它太有潜力了 因为冲城跟台湾很多地方可以相提并论 都在帝国的夹缝之中 那当时呢 这个穿满新衣 他就写了一个自己 你的一个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是 不以国家为前提而存在的自治社会 他主张 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都交给统治机构解决 而是因向自由民权运动时期 草根阶层的宪法起草运动学习 制定出一个以民众为主体的宪法 那以国家为前提的宪法 是为了统治而制定的 以社会为前提的宪法 是以个人参与社会为目的而制定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希望能够扩张社会力 然后去挑战 不管你是冲城的独立主义者还是怎么样 不管你像台湾 不管你是统派还是独派 其实你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 以国家为前提的想法 那我觉得看一看人家冲城 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对开启我们台湾的想象 就是蛮有帮助的 那比如说穿满新衣一再提到 我们要警觉民族主义跟国家主义 只要你还是把国家统治 作为不变的前提 就会不可避免的导向支配权力膨胀的结局 OK 然后最后他提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越境宪法 他说我们应该把冀州岛 刘州群岛跟台湾海南岛 连结在一起 成立一个越境宪法 然后把这片海域连结起来 打造成非武装地带 为大国间的好战动向 加上一个刹车装置 这个是你可以说非常的乌托邦 可是他不断的会在民间 有一些类似的火花出现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开展一个 另一类的社会经济想象 这个也许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好 不好意思 占用大家时间 我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万老师的这个真实耐人寻味的报告 就提到了很多重要参考的问题 包含怎么不离战中华民国 那万老师的PPT里面提到的有一本书叫 Overcoming Beyond Panationism 超越Panation的论坛 那本书的作家之一是Briant 所以他会参加我们11月线上的论坛 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时间讨论这些话题 那我已经可以感受到我们班田之辅助了 我就觉得下次一定要一整天啦 上无报告下无讨论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往前走 那我们就非常荣幸可以欢迎志敏老师 谢谢 各位老师然后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王志明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中山 那特别谢谢那个Mark的邀请 然后很高兴看到杨老师 非常谢谢杨老师送的书这样 对先打个广告不好意思 我今天因为我写了一个稿子 所以我待会大概就念稿子 所以请大家都包含 那先打一个广告是因为 所以我之前在想出为什么 Mark找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后来想想大概一个是杨老师的关系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编了一个 这个民国专号 我后来就在33期 民国专号2021年的10月份出版 那当年特别在这个时候出这个专号 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民国 这个庆祝国庆嘛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适逢国庆 然后杨老师也在场 所以特别高兴 那同时也是杨老师 我们在这个专号以后 也收录了杨老师的一篇文章 还有孙哥老师 还有谁是其他几个作者 那么当时在构思这个问题 这个专号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大的层次 是因为要回应那个杨老师之前 除了民国1949里战 以及系列这个展览的 系列展览的这个缘故 那不管如何稍微 在这个基础上面 也因为编这个专号 所以对民国这个问题 有一定想了一段时间 因此今天的报告跟发言 大概一部分来自于 这个专号里头的一些内容 一部分来自于 在这个内容之下 展开的关于两岸关系的 一个讨论 那这个也是我大概 今年来比较关心的一个课题 那我就稍微念一下 民国共业 我的题目是叫做 就叫民国共业 然后后面是两个英文 一个是Common History 一个是Common Project 因为共业这个词 对我来讲实在太有趣了 Anyway 所以作为孙中山纪念展的开幕活动之一 民国作为共业这个标题是非常适当的 因为不论我们是否将孙中山 是为唯一的国父 中华民国一词 毕竟与他有缠绕的关系 也是他政治事业信念所细之处 以共业Common Project 并且民之含有继承赢的既旺 台灣社會早已失去了 舊中國的豪情壯志 和平已然動搖奮鬥不知所蹤 以是民國二制更常被視為 台灣無奈背負的歷史共業 這個時候共業的意義 我想大家就知道不大一樣了 不是那個Common Project是 叫什麼 共同的負債可能是 那麼所以在文化研究的民國專題當中 我在編輯室報告裡頭曾經這麼寫過 我說中華民國的中華 雖然是連結兩岸的歷史公約數 卻是政治毫不正確的幽魂 剛剛萬老師特別提到冷戰的幽魂 差不多意思 不僅屢遭對岸否定和無視 此案更想要將之正名乃至出名而後快 但民國的共和想像 反而才是台灣社會實存的共識 也是新中國政治想像的內核 極令民國之民究竟誰和屬自意識爭論不休的話題 在這個意義上 民國一詞既保留了歷史的想像 也召喚著未知的共和 一如本期封面所暗示的 除去城牆 就把國的外面那個城牆拿掉 國之內核僅剩一個貨制 而民國之眾究竟應該落在人民或國家之上 就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疑惑 如果說民國的期待 是創立一個以民為主的國家 那麼民與國的隔閡 或許就是共業的挑戰 如何定義其民如何由民做主 也就是說作為政體的民國能否離開中華而自存 徒留其民而不具其實的中華民國台灣 能否承擔起以民立國的大業 民國與台灣的關係是復生 就像著魔復生 鬼復生這種復生 還是共生 是資產還是負債 作為共業 民國是common project 還是common history 這是我的一開始的提問 那麼提到民國與台灣的復生與共生 我第一個想要的其實是紫騰盧 你知道在座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曉得紫騰盧 住在台北的朋友應該都知道紫騰盧這個地方 作為茶館 他稱得上是台北文青消費主義的地標 也是台灣歷史文化資源再生的典範 在龍英台老師的筆下 紫騰盧代表著全球化時代在地身份的寄予 是堪與星巴克頂竹而立的文化景觀 更代表了經歷殖民與黨國歷史掏喜之後 所沉澱出的文明 如紫騰盧在自家網頁上所說的 紫騰盧不只是一家茶館 他是台北市的引用 台北市第一處以人文歷史精神 及公共空間為內涵為特色的 而指定的活古蹟 其與台灣民主運動反對運動 及自由學者的聚會場所 所散發的人文氣息具有保存價值 的確紫騰盧不只是一座日據時期 留下來的老房子字面意義上的古蹟 更是經濟學者周德偉的住所 周德偉先生早年留學英國 是海耶克的門生 他不僅引入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潮 更在五零年代 聚集了一幫自由主義者批評史政 他一生與黨國纏鬥的點滴 更可視之為民國的徹記和外傳 他將自由主義譯為自由立資 立資是葛肇光宅治中國的資 自由就在這個地方 釋切的反映了他對自由主義 立基於個人自由之上的理解 也暗示民國的自由大業 雖然來自西方 必得始於足下 在不斷的聚會和運動當中 活化自由的精神 當然紫騰盧的自由主義 不僅於此 進入巴黎年代 和在金山南路人海入口的阿財的店一樣 不知道有人知道阿財的店嗎 應該曉得 紫騰盧也常有黨外人士光臨 有趣的是玉天聰 王金平等 懷抱著義光懷的學者 亦是座上嘉賓 連如今被視為統派 左統派代表的這個台設 也是在紫騰盧創辦的 文化研究90年代初期成立的時候 有許多活動也是以紫騰盧作為基地 對在座而言 這個故事定然不會陌生 也一定可以理解 這個匯聚了民國志士 左翼文人 以及黨外精英的地方 作為某種民國符號的意義 在紫騰盧這個日職空間之上 民國以自由為號召 嫁接中國與台灣 突破審計框架 以反對黨國獨裁爭取民權為目標 那個鴻倫的同事 吳乃德說 這是台灣最好的時刻 這是他的書名 不是我講 這是他的書名 這是台灣最好的時刻 在這個時刻中 台灣人集體展現了 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 同情 正義與勇氣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刻 埋下了中華與民國 列解的種子 以選舉為運動 塑造台灣的審計情節 由內而外構築了兩岸 在情感和文明上的分段 自此 自由和民主 自由與民主成為台灣的價值 也成為分辨敵我的一道圍牆 始於足下的自由 最終竟也止於足下的土地 成為一種請用文明 來說服我的姿態 我這麼說當然沒有反對 自由民權的意思 也不是要將兩岸的情感分段 一味的歸水於台灣 而是要指出民國與台灣之間的 吊詭辯辯證 如何從光復後的共生 走向解嚴後的附身 或是說當然這是一派的觀點對不對 或是說另一派的觀點就是 如何從光復後的附身 在冷戰地緣政治的脅迫下 逐步進入如何共生的挑戰 不論如何中華民國台灣 如今已成為現實和現狀 沒有中華民國護照 我們出不了國門 失去了台灣的身份 我們也無法自我辨別 民國作為共業 如周瑜先生 護衛紫騰如的心情一樣 在於如何讓這個公共空間保留下來 讓其人文精神傳遞下去 讓院內的紫騰 能不怕風雨和外界的變化繼續成長 將中華民國視為Common Project這個想法 然後畢老師在近年的相關著作 也有許多的表達 不論是1949禮戰 回到1949 中華民國度懷70週年紀念文物展 或是最近出版的 《多少蓬萊救世》 院老師向來主張中華民國是台灣的DNA 它不是負債而是資產 並且相信 唯有深入兩岸關聯的歷史 我們才能體會民國的深意 這包括了對於民政歷史的重訪 對於清末立憲派 尤其是梁啟超的重新評價 對於民主和新無暇思想的挖掘 乃至於聯繫在兩岸之間的前人儀式 再在顯示作為Common Project的中華民國 必須也是Common History 兩岸間的歷史聯繫不可少也不會少 它不只是理解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基礎 也是展開和發揚民國貢獻的前提 然而恰恰是這個根本的前提 在今天的台灣面臨了根本的挑戰 不只各種的更名爭議 包括中研院時不時 包括中研院的更名爭議 時不時就隨著政治議程而延燒 蔡英文政府更以台灣為度 公然將中華民國減受49年 或是在護照上將國號縮影在台灣之後 我的助理看了這一段以後 他特別提醒我說 老師你到了高雄去這麼說 要小心 我相信中山不會對不對 趕快替自己打一個預防針 Anyway 將這個護照引說在台灣之後 並引致為一種RQ式的精神勝利 殊不知這非但無法改變兩岸連結的事實 更形成一種引刀志工的自虐 要恢復中華民國作為Common Project 首先要承認中華民國實為兩岸的Common History 而在這個看似直白的陳述上 在國際政治 就國際政治而言 首先就面對了一個中國政策的棘手挑戰 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 在國際上失去了代表中國 失去了中國的代表權 使得一台必然成為一中的對應框架 既然代表不了中國 務實的代表台灣還不行嗎 既然只能務實的代表台灣 那麼在台統治不論以何名之 就必須獲得人民的授權 但是當統治正當性的憲政框架 確定了兩岸分段的現實和現狀後 一中也就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中華民國了 我想這是種種更名運動的新理由來 因為中華民國想像的Common History 限縮了台灣的主體欲望 而中共對一中的獨佔更使得台灣民眾 對於兩岸共同的歷史根源興趣缺缺 既然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給繼承了 那麼中華民國就讓給中共好了 對不對 我想很多年輕人大概是這麼想的 台灣正好另起如造另闢天地 如果可以的話 我寫到這裡我都覺得好笑 可是 我覺得好像 有一個大部分的 對於中共獨佔一中相關 因為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中 中華民國只能是歷史 不可能是展望未來的共業 想要做為Common Project 中華民國只能孤懸海島 在邊陲抵抗中心的民政格局當中 苦心經營 積極奮鬥 為天下純一正念 以待王思北定中原語 我寫到這裡我都覺得好笑 可是我覺得好像 有一部分的心情是這樣 但是在後製民全球化時代當中 這種獨尊中原王思北定的想像 我想就像剛剛那個萬老師說的 已經失去了現實意義 台灣不少人相信 如其他信心民族一樣 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當中 佔有一席之地 才是台灣的出入 這種話中華於台灣的想法 是一種現實主義 這也提醒我們 思考民國作為共業 就不得不思考這個 這個common project的內容 對楊老師來說 儒家傳統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 應該是中華民國理念的基本內容 在時間開始了 1949年的兩場歷史巨變當中 就是在這個專號裡頭的文章裡頭 楊老師寫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完成了 對主權在民和共和國 兩個概念的改造的同時 也完成了消除自由主義的工程 並且以摧毀傳統文化 作為民族新生的標誌 而且以1949年之後 海外新儒家的選擇來看 楊老師強調 憲政民主的出現是儒家之所欲 它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本體論意義 全新的時代的來臨 而中華民國當時是唯一有可能 實踐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實體 這個我想應該是講 這幾位新儒家的前輩 在1949年前後的一個判斷跟觀察 在這個意義上 憲政民主理念的張揚 以及中華括號儒家文明風土的保留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意義 從儒教傳統出發 楊老師這是言之成理 只曾儒的存在 亦可視為接觸這番道理的 這番理念的隱喻 然而回歸民國造建的原理 我們不能忽視種族的考量和平等的訴求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忽略 三民主義中民族民權而民生的次序安排 畢竟辛亥革命首先是以去除大陸 恢復中華為號召的排滿革命 而民族主義的訴求 就孫中山而言 首要也是廢除與外國的不平等條約 取回政治與經濟上的主權 在三民主義的開頭 孫中山就說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很久沒有看到這種話了 重新再溫習一下 回到考預官的歷史經驗裡頭去 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 因為三民主義 促進中國是國際地位平等 政治地位平等 經濟地位平等 使中國永久侍存於世界 換言之平等 國家地位的平等 個人政治權利的平等 階級地位的平等 亦是中華民國所接觸的核心理念 這平等的想像 是立基於對種族接續的反抗 所以對內以排滿為號召 對外以匡政中國的國際地位為訴求 正是在這個種族結構當中 孫中山對中國人的自由 給予了一盤或一片散殺的這個著名比喻 從而賦予了為國犧牲在所不惜 以個人自由交換國家自由與獨立的救國精神 好 我就不講黑熊學院了 救國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國本就存在 是傳統立生之所在 孫歌也是在這個專號裡頭寫的這篇文章 孫歌指出孫文或許並不重視辛亥革命 是否具有新的特性 他不是要與傳統之間畫出一條界線 而是要藉由傳統發掘出新的能量來完成革命 因此四萬萬人成為皇帝並非只是比喻 反而是歷史上所見的中國社會的潛流 我覺得這其實非常有啟發性的一個想法 就是包括我們這個出頭天當頭家這樣的想法 大概也很類似 那不管如何 同樣的對於歷史性的 對於歷史性形成的一片散沙的中國民眾 所擁有的非政治性的自由 他仍舊作為自由加以對待 但卻不是通過否定 而是通過限制他創造出民族自由 在民國造建之初 自由與平等 個人與國家不是互賜的 而是互補互成的 中國人的自由 必須以中國的平等為前提 中國人的平等 也必須以中國的自由為基礎 當然這番理念性的闡述 無法改變血腥的事實 辛亥革命 一如共產革命 都是流血的革命 種族主義與階級主義 同樣是中華民國的DNA 我們不能只看到理念 而無視於因為理念所流下的熱血 所犯下的殺戮 所践踏的生命 如果真把民國視為共業 那麼我們首先得面對 Common History的殘酷 正是此以種族與階級 當然還有性別的歷史工業 以此為基礎 反思我們所造的業 在台灣 這意味著反思 從戒嚴到本土化過程當中 揮之不去的種族和階級幽靈 不論是源自2.8事件 記憶的整集衝突 工業與都市發展 對農民、農村和農地的剝削破壞和佔用 還是民政實習延續至今 對原住民主權和文化的壓制 乃至於當下對外籍 包括大陸移工和配偶的制度性歧視 這些都是我們的歷史工業 也是台灣必須面對的人民創傷 以自由民權為標竿的中華民國理念 必須正視這些歷史的傷口 以平等的理念予以風和和修補 作為Common Project 中華民國必須在平等的理念上 有更多的補強 更謙卑而真切的反省 這也包括對對岸更多的理解和認識 如果說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 如果說在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之身下 台灣獨立包含了一個對平等的訴求 那麼台灣就沒有道理 不去理會對岸民眾的想法和心情 不去思考中共政府存在的法理和情感正當性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今天台灣社會 可能對大陸的一個不能說誤解 但是就是說我們通常不去考慮中共政府 它不是怎麼講 就是它有很壞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它正當性存在的這個理由 作為民國的繼承者 新中國的核心價值 除了窮人翻身 階級平等的社會主義想像之外 正是中國站起來了 能與世界各國平起平坐的民族主義 中國今日 當然這也是我們最討厭它的地方 對不對 中國今日的富強 除了客觀的物質條件外 其實具有高度的主觀能動性 它立基於想要去除百年國齒的反彈力道 這是民心之所向不容小覷 我講的就是說 小粉紅會這麼的激烈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它有這麼一個歷史力道的反彈 中國這復興不只是中共之努力 更是海內外諸多華人的願望 我們不能不看見中國崛起的過程當中 承載著多少海外華人 包括港台的支持和祝願 當然還包括台資啊 港資在80年代 進入大陸的這些投資 儘管它在民主和自由的表現上 乏善可成 但回出孫中山的破壞 中國的崛起本是中國人的期待 是救國有成的展現 儘管外民為除狗 清零為幫本是其代價 在這個意義上 民國共業只談台灣不論中國 不只是舍本逐墨更是原木求魚 這不只無視解嚴以來 兩岸民間熱切的交流的事實和願望 更閉鎖了民國的意義 民主與自由不該是阻礙兩岸的海峽 而該是連同兩岸的橋樑 這是民國作為共業的必然思路 該是從逐下島嶼走向彼岸大陸的時候了 開放交流而非封倒自嗨 才是民國的去路 當然這條去路說得容易行之萬難 橫跟在前的 不只是兩岸政治的敵意螺旋 還有中美新冷戰 共同打造出來的新常態 台灣恰恰處在這個新常態的前沿左右為難 民國至於台海現狀 究竟是該被拋之氣之的 對於身處其中的我們 我想答案是不變致命的 問題在於如何解消業障 搶救保障 在我看來這涉及兩個部分 一是明確台灣的中華民國身份 重新回到辛亥革命的源頭 去理解民國理念及其暗影 二是重新講述民國故事 前者前面已經略述了 我就在此不再展開 後者就需要我們回到楊老師 在多少蓬萊救世裡 所展開的方向 在這本書當中 楊老師提及了 崇禎皇帝 張太炎 梁啟超 林憲堂 葉容忠 蔣衛水 孫立仁 台晉農 孟東禮等人 多半強調的多半是 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的正面影響 這固然是為了強調中華民國 對台灣發展具有價值 卻忽略了台灣社會 對中華民國改革的參與 蘭博州筆下不辭勞苦 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台灣知識們 抗戰時期趕赴延安的台灣人 乃至於在日本殖民時期 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決者張我軍 都可以視為民國共業的承擔者和開創者 他們不諱於台灣身份 清楚明白地現身於中華民國的改革 當時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中華民國 並且相信改革後的中華民國 必將改變台灣 他們不是白色恐怖的受難人 而是解放台灣的現身者 但是或許更具深意的 特別是對當前的這個狀況來說 是那批留下自由精神的民國學者 曾迎客 傅斯年 曾重溫 無密 胡氏 雷震 他們或許未能以一己之力 對抗政權的恆逆 也未必都能涉足台灣 但他們卻以一生的行動 捍衛自由的價值 直奧而不屈 曾迎客悼念王國威所留下的名句 獨立是精神 自由是思想 適切地總結了這一輩民國學人的身影 這不只是知識分子所該恪守的價值 更是民國人所當信守和發揚的理念 他們吸納現代卻不失傳統 對思想和人格獨立的要求更勝於愛國 他們或許是時代政治的器皿 但卻是中華文化的先鋒 在艱難時刻替為人處事立下倫理的尺度 在政黨侵蝕媒體和學院的當下 知識分子的獨立和自由更新珍貴 也更顯示中西病序 挺直搖桿做人不未詮釋的民國風範 其價值大於台灣一直得大陸懷念 民國貢業須有民國故事的蹭墊 同來往事就是我們暢想未來的資源 或許今天我們很難想像紫騰爐 能在北京或上海開個分店 但極力如此 我們依然希望照顧好茶館裡頭的紫騰 水池和老宅 但願春暖花開 細水長流 人去樓不空 非常感謝知名老師的報告 讓我們了解這個資灯爐的精神 然後思考一下這個共業的內容 好 那我相信我們就會 很多時間就可以進行討論 但是我們就現在歡迎王洪潤老師 他是今天最後一位做報告的學子 然後我們都非常的期待王老師的報告 所以朋友們我們用很熱的掌聲 歡迎洪潤老師 謝謝 我想問一下 那我如果講的時候把口罩脫掉 不是啊 非常抱歉 因為我其實是中午還沒吃飯 所以我現在是空著肚子 那我因為戴著口罩講話比較吃力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隔一個距離 那可以就是說脫掉口罩講話 好 那 首先呢 好 我 我的題目呢 其實就是 應該是說 是莫嘉南教授所給定的 曾華民國作為共業 但是 我等一下會講我的共業 跟大家講的共業 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轉化式對話 跟和解共生的可能性 一定是我自己家的副標題 那 我們知道 這個 每一件事情 會發生 都有他的因緣 那這件事情的緣起呢 其實呢 我覺得就是一場 美麗的誤會開始的 就是 大概在兩三個禮拜前呢 我收到一封E-mail 是莫 莫嘉南教授寄給我的 寫得很長 然後 他說 這個 他讀了我的那個 我們能夠和解共生的文章 然後他覺得非常的感動 然後他想要邀請我來 參加這個 中華民國 作為共業的 這樣的一個論壇 那我當然看的是 我也很高興啊 可是 很妙的是說 這封信的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是邀請我來參加 早上的這個 發揚道統的這個 孫中山特展的 開幕式 我那時候想說 奇怪了 我從來沒有宣稱說 我是孫中山的信徒 然後呢 我也從來沒有主張說 我要發揚道統 那為什麼會邀請我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的開幕式 那我想 這中間一定有什麼誤會在 其實 我想是因為讀了我人上之後 可能覺得我屬於某種政治立場 或者某種死官的人 所以覺得說 這個我來參加可能 可能滿是 可是很不幸的 這是一個 這可能是個誤會 所以呢 我就寫了一封 很簡單的 E-mail 我就回覆 莫諾嘉然教授說 謝謝 這個中華民國 作為公會 我很想談 但是呢 第一個 我對孫中山沒有研究 第二個 我其實認為 我沒有主張發揚道統 而且我 甚至我覺得發揚道統 對台灣現在可能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說 那就 場合不太適合 那所以 謝謝再聯絡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事情 可能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沒有想到呢 這個 他又回了第二封信給我 然後他 這個又很有誠意的說 這個這個 對不起喔 可能 我表達不夠清楚 我不是要你來 發揚道統 我是要請你來談 中華民國作為公業 我說我知道 可是 你前面才這樣 講發揚道統 下面要談中華民國作為公業 很難不把這兩個事情 把它合在一起 那他說 把這兩個活動分開啊 然後讓 讓大家 這個 就是覺得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活動 可是那時候說真的 我還是不想來 那 因為我說 呃 大家 會來的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 想要發揚道統的 那 我 我覺得 我來這邊 就我不想被誤會說 我特別來踢館 因為我自認為還是個 知書打理的人 我不想當一個失禮的客人 那 呃 但是 我一開始我覺得 我還是 沒有想來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很忙 我很忙 所以 我沒有時間 呃 立刻回覆 莫嘉然教授的信 然後這個事情拖了一個禮拜 然後 等到呢 呃 一個禮拜之後 我要回他的信的時候呢 欸我把他的信再看了一次齁 我想 我想我有點被他感動 而且被他說服了 為什麼 被他說服呢 因為呢 他的 說服的策略就是 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神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文章裡面 談到一個轉化式對話 他說我們很希望 你來跟大家對話 怎麼樣 所以你是什麼立場都沒有 都沒有關係 怎樣怎樣怎樣 我後來想一想 好吧 既然 欸 他 拿我所提出來中華民國做為公業 拿作為論壇的主旨 然後呢 他又覺得說 我們應該來進行一個轉化式的對話 我覺得 那我不來參加好像說不過去齁 那我不如把 來把我被誤解的地方 一次把它說個清楚齁 那 一方面我是想要推廣我的理念 但是我要說明齁 我不是代表任何的立場來對話的齁 這個我要先說清楚齁 那 所以呢 醜話先說在前面齁 這個 如果有冒犯到在座各位之處齁 盡請包涵齁 好 那 這個緣起就是從 我們能和解共生嘛 這篇文章開始的齁 然後 這篇文章 欸 出來之後齁 他得到非常兩極的評價 第一個 這個 當然是我 呃 享受了萬見穿心的這個快感齁 那篇文章其實 一開始還不是在思想雜誌發表齁 一開始的時候是在中文院法律所的一場 欸 conference上面發表的 然後呢 在場的呢 都 都是齁 從什麼促轉會來的 還有民間 爭促會的齁 前後任的幾任理事長 重要幹部全部都在 都在會場 然後這些人都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後 我這個 這個 文章一發表 我一講完之後呢 真的就是萬見穿心 所有的人 都對著我提各種各樣的很尖銳的批評啊問題 然後有的人甚至氣到說 當場就是把我罵一頓 然後就走了這樣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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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是 就是 吃了白木豆沙包 要付出的代價 那這個也沒有辦法 那反而很有趣的齁 是說 呃 能夠 appreciate這篇文章的呢 很多呢 其實是 欸 老外 好 有一天呢 我收到一封 從南非寄來的E-mail 那這個南非的學者呢 他要辦一個轉型正義的論壇 他happen曾經來過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時候 他中文很好 他讀過我的那篇文章 所以呢 所以他 他跟我講說 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 真的讓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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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當然看了 我也是 非常高興非常感動 所以 其實我收到 墨家蘭教授的信的時候 我其實 也 也沒有很意外 因為 真的就是能夠 這個文章的 好像大部分 是 老外 或者是 跟台灣比較沒有關係的人 好 Anyway 那 我之所以覺得 很感動是 因為 我在課堂上 讓學生讀這文章 很多學生都讀不懂 因為這文章真的是 又臭又長 然後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說 花了四個小時才把它讀完 那 我的學生都沒有辦法讀懂 有 老外願意花時間 把它讀完 而且讀懂 我真的是非常感動 那我的學生呢 有人說 老師 我來幫你做懶人包 那但是呢 後來他讀完之後 他說老師 我做不出來 因為真的是 要做 因為那裡面 論這個東西 比較複雜 也蠻多的 所以做懶人包 是不太可能 那事實上 思考轉型正義 跟共同體的未來 其實是不可能 也不應該依靠 這個懶人包 可是呢 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 我必須 要很快的 把我部分的論點 把它摘出來 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 我裡面 談到的 兩種記憶典範 一種是 藍色的記憶典範 一種是 綠色的記憶典範 這兩種記憶典範 是被 藍綠兩個政治陣營 所高度的動員 所以它是高度政治化的 那這兩種 記憶典範呢 這個是 是無法共糧 也無法共存 兩個 是活在平行時空裡面 那雖然說 我說做懶人包 是不可能 但是我還是幫大家 嘗試著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圖說 讓大家可以理解 我稱之為所謂的 Y型軸線的歷史敘事 就是說 在台灣原來的 這個主流的歷史敘事 是一個 我稱為 藍色典範 從這個 中國的歷史 講到這個 1911年 中華民國 然後這樣一直下來 然後呢 後來呢 是被一個綠色典範 所取代 那這綠色典範 講的當然就是 是台灣史冠 是台灣人400年史 然後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 然後這兩種史冠之間呢 這個存在著 我剛剛說的 不可共糧 不可共存 然後呢 那 他們對於未來 台灣的未來 的 想像 也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的 文章到最後 我就是提倡說 我希望透過一種 所謂的 轉化式對話 讓這兩邊的人 可以對話 讓這裡面的 不可共存 或不可共糧 嘗試讓它 減輕或消除 然後我們能夠 提出一個 能夠包容 兩種典範的 後設敘事 讓我們的共同體 能夠繼續走下去 這個是 簡單的 懶人包的概念 讓大家 大概可以Capture說 我到底 在講什麼 或想講什麼 好 那這時候我就要來談 中華民國作為共業 為什麼我認為轉型正義 製造出更多的不正義 第一個 用綠色典範 來取代藍色典範 並沒有比較正義 然後第二個 你曾記了中華民國的業 卻不願意去面對 1945年前的中華民國 本身就是不正義 所以轉型正義 我覺得它就是在造業 好 那回來講 到底我說的共業是什麼 對不起 我說的共業是 我不是在講 common project 它是個Karma Karma 這是從印度教 從佛教來的概念 我想在座的文史澤 專家非常的多 我不用多做解釋 我們每一件事情 都有它的業 都有它的業力 有善業有惡業 有共業有別業 那 如果你不喜歡宗教語言 我們可以用英國關係來講 可是很不幸的 英國這兩字 還是從佛教的那個 的語言來的 的語言來的 Anyway 好 所以呢 為什麼我說它是共業 因為我們是個 命運共同體 Community of Faith 這真的就是跟我們的Fate 是有很深刻的關係的 OK 我們是share共同的Fate 所以這個業 其實也是大家一起share的一個Karma 的Karma 好 好 那我引用這個法國的哲學家Ernest Harnon 他呢 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ion is a daily private site 國族的存在 就是一個 美日的公民投票 什麼意思呢 我們每天生活在這裡 我們今天 在這個地方 我們活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之下 我們沒有起來要推翻它 這就是 肯認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的存在 它就是一種 公民投票 OK 每天的 每天進行的公民投票 所以 每一個人呢 Everybody takes part in it and has a share of the common karma 這是我說的共業 OK 好 然後 那 到底我怎麼理解 中華民國呢 那 我在 早期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提出一個 所謂全球觀點的 制度論的分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可能 沒有辦法很仔細的 去談這個內容 可是簡單的說 我認為所謂的 nation 或者國族的存在 其實就是靠制度所支撐出來的 它不是一個 entity 不是一個 就是 不是一個 substantial的實體 那 一個 國族其實是靠很多不同的制度去支撐起來 那我把它大致分成 公民領土的制度跟族群文化的制度 這兩套制度呢 它必須要在 國 國家或國內的層次去運作 同時它也要在國際跟全球脈絡的層次去運作 基本上我們現在都活在這個 國內的中華民國的這個制度體制之下 而且在 目前 都還是OK的 可是呢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體制在這個 場域裡面 在國際跟全球的這個 城市裡面呢 是有很多問題的 它不被承認 或者它常常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呢 這是中華民國的制度危機 制度困境 那我是用這個方式來解釋 因為 我不太 就是說 我想要去 就是說 去跟那些台灣民族論者 或者族群論者 去 去 跟他們argue說 其實台灣的民族主義的興起 不見得跟族群 跟什麼 認同是有關係 他就是要解決一個中華民國的制度困境的一個問題 好 然後 所以對中華民國有幾種不一樣的看法 範律的觀點第一個就是說 據次中華民國 我們要證明自限一次到位 越快越好 那 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 這個比喻是 就是 我 我聽到的 就是說 他們叫做 穿著衣服改衣服 就是慢慢把中華民國把它改掉 那 另外一種就是說 那我們就與中華民國共存 那你可以稱之為華獨或怎麼樣 那 至於泛藍的呢 其實呢 很多次就是 講的那個一點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非常現實 他 表面上說 好 我們終極統一 可是沒有人真的很serious 說要統一或什麼的 他是 維持現狀 然後是 為了選票考量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個 國民黨是 拿槍跟敗 那 但是還有一種是 堅持一中的正說 以復興中華為己 那這個是 我 非常簡單的區分 那 還有一種是 紅色觀點是 所謂的 極統 就是說 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關係 我們趕快跟中國統一吧 那 島外的話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更不用講 他是否定中華民國的 好 那 我現在要回來講 就是說台灣其實是一個 找不到 founding moment 找不到奠基時刻 的政治共同體 好 我們問台灣到底是什麼 大部分的 現在最 簡單的回答 說台灣是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號叫中華民國 那或者是現在的政府 把它改成叫中華民國台灣 whatever 可是呢 我要問說 台灣作為政治共同體 它的founding moment 到底是什麼時候 好 1895 台灣被割讓給日本 成為日本殖民地 跟中國分開了 1911年 中華民國 成立 當時台灣還不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1945年 台灣終於跟 這個 中華民國合在一起了 可是 1949年之後 這個 台灣跟中國 又分開了 然後1971年 這個 台灣 這個 被逐出聯合國 應該說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 所有這些歷史事件 都對台灣目前的 national status 有非常關鍵決定性的影響 可是 沒有一個 年代 被認為說 他是 台灣的 做一個政治共同體的 founding moment 就是沒有這個共識 雖然很多人可能覺得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1911年 誕生 可是 要知道很多人是不接受這個論述 1911年 台灣跟中華民國還沒有關係 然後呢 有人說 台灣成為一個 獨立的政治共同體 是因為透過 民主改革 透過所謂的 寧靜革命 那我要講說 寧靜革命 畢竟不是革命 所以呢 1992年 國會全面改選 1996年 總統直選 2000年 第一次政黨輪替 可是 從來沒有人說 中華民國台灣 死於1992年 沒有人說 死於1996年 沒有人說 從2000年開始 所以 到底這個 中華 台灣做一個政治共同體 不管你要叫它什麼名字 它的founding model是什麼時候 說不清楚 沒有人說得清楚 好 然後 這個 中華民國的建國時間 這是2020年的時候 在 國慶日剛過 你如果在Google上面 打中華民國建國時間 跑出來的結果是 1949年12月7日 就是 最後一批 國民黨的 軍隊 撤退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 不知道 誰去搞的啦 但是總而言之 當時 當時還曾經 成為一個新聞 就是說 你就會看到 中華民國建國時間 怎麼變成 從1949年開始 使得 這樣 anyway 好 可是這 不是笑話 這是真的 然後呢,所以我要談這個所謂 我在那邊有讓裡面談到政治的道德基礎 跟道德的政治基礎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深入去談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台灣作為政治共同體的critical moment 其實還沒有到 還沒有,就是說我們到底死於何死 沒有人說得清楚的 那這裡面有很多就是跟外部因素 跟地緣政治有非常大的關係 特別是最近,大家可以感受到 這個台海局勢緊張 所以到底這個critical moment會不會到 以什麼方式到,是戰爭還是和平 沒有人知道 但是,重點是我們要為這個critical moment的到來 要做好準備 好 那,這個台灣所面臨的戰爭 威脅跟共同體的危機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藍色典範跟綠色典範 兩個活在平行時空 然後兩者是互不相容的 然後他們對未來的看法也是非常不一樣 好 可是重點在於說 現在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地方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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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共 都會感受到的 特別是比如說從 這個裴洛西到台灣來訪問之後 什麼中共軍演試射飛彈有什麼的 就這些東西已經變成我們的日常了 所以保衛共同體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OK 好 那 為了要怎麼樣應對共同體的生存危機會 關鍵時刻做準備呢 那我這邊引用了這個 這個法國的哲學家Paul Ricoeur的一段話 這個 The duty of memories to do justice through memories to an other than to the self 記憶的義務是要透過記憶對他者行公益 而不是對自己行公益 台灣的現在的很多人包括轉型正義 都只想對自己行公益 不想對別人行公益 好 然後呢 所以我說用綠色典範強壓 用藍色典範強壓綠色典範 或是用綠色典範搶 都無助於和解 更不是正義 這是為什麼我批評轉型正義 好 結果我一個學生 他問了一個大宅 他說老師那我們 一定要和解嗎 我們不和解不行嗎 好 沒關係 假設今天台灣 沒有面對一個生存危機的話 不和解 大家每天吵 藍綠每天吵 互鬥 可能 無傷大雅 就像 美國你現在看 美國現在面臨所謂的民主內戰 民主黨跟共和黨 每天在那邊吵 而且非常radical 那 如果沒有 外在生存危機的話 沒有戰爭威脅的話 不和解 說實在我們也 不和解過了很久了 但是 但是 現在 你面對很 具體的 武力 戰爭的威脅的時候 這個共同體 要怎麼保衛起來 所以呢 我認為說 要透過轉化式對話 創造出一個更大更具包容式的 性的後設敘事 國租以外的第三種想像 好 那 那我這邊就來談一下 這個 因為 我說 這個 應該是說 我 先前漏了一句話 就是說 我答應 莫嘉南教授 說 我要來參加 我就講了一句 很狂妄的話 聽起來很自我衷心 我說 我要來參加 可以 前提是 你們要有啞亮接受我的批評 那 因為 我說呢 我來 第一個我不想當一個 被當成是踢館的人 可是我明明知道你們在做 發揚道統的這個展覽 我不 坑一聲 我覺得我說不過去 好 所以我要來談一下 這個 呃 現在 大家都說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在搞去中國話什麼什麼的 好 到底什麼是中國 這是一回事 但是他只強調 到綠色典範排除藍色典範這個是確實的 他不願意面對中華民國工業 這也是確實的 好 但是發揚道統 是不是就比較好呢 他其實是只偏重藍色典範忽略綠色典範 然後呢 你去強調台灣文化或日治時期的中華元素 其實是無法化解對中國的怨恨 因為剛剛那個歪字型的歷史下來 累積了太多對中國的怨恨跟怨念 你去強調說我們以前怎麼樣怎麼樣沒有用 然後呢 說真的 我聽到發揚道統我真的想說我是不是聽錯了 因為 他就是讓人家想到是不是威權復辟 或者是民主倒退 因為各位曾經生活過威權時期的人 應該都知道 我們從小受到很多政治教條 然後包括高中背三民主義 這個我的思想是 自搖順雨湯文武周空一脈相承 這個我們都背了半天 這個東西是有威權的那個味道在裡面的 我們民主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還要再去發揚道統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不是倒退 我說這是共業的一部分 因為 中華民國曾經幹了這麼多好事 這是共業 OK 好 所以呢 我說這兩者相互刺激相互增強 只會擴大分歧 沒有辦法凝聚共識 好 然後呢 那我就來談一下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道統 道統就是大家很喜歡談什麼 傳統、正統、道統、大一統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 從高中開始 參加國學社 他是新義雲跟育老的學生 各位如果對新儒家有點 你知道這兩個人是誰 他呢1990年代 剛開始開放兩岸交流的時候呢 他信聰聰的跑到大陸去 尋訪各名山古蹟 回來很生氣的告訴我說 他們不配當中國人 因為他看到 所有的文化古蹟被破壞的一塌糊塗 然後那些人毫無中華文化的素養 他很生氣 他說他們不配當中國人 1990年代的時候呢 是什麼時候 是台灣人一直被當成假中國人的時候 因為ROC的護照 剛剛志明談到這個護照 為什麼要加入台灣 因為ROC的護照 一天到晚被當成說你是中國人 然後呢 而且被當成假中國人 所以誰才是正統的中國人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那這個 這個 研究民族主義大概都知道 這個Hubsbaum跟Ranger 他們編了一本書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傳統的發明 傳統可以被發明 道統也可以被創造 跟各位介紹一本書 可能很多人聽過或看過 中國一位很有名的學者 但是其實名聲不是很好 叫甘養 學了一本書叫通三統 這通三統是怎麼通法呢 他說 中國現在是孔夫子毛澤東 鄧小平思想一以貫之的連續統 你看了可能會昏倒 可是 他就真的這麼說的 一個政權他要去 放到他的道統很容易的啦 看你怎麼說 所以呢 我覺得要去爭什麼道統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然後呢 漢字或儒家文化圈 其實都曾經出現過 所謂的小中華的思想 朝鮮、越南、日本 在清朝滿清入關之後 大家覺得說 這個理師的求諸也 他們已經沒有資格當中華了 我們才是中華 朝鮮、越南、日本 都曾經有這樣的思想過 然後呢 但是他們都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 那簡體制、反體制 我就先不講了 好 那所以怎麼樣處置跟轉化 中華民國的共業呢 好 關鍵時刻 假設這關鍵時刻是 戰爭是 中共犯台了 然後呢 我們 終於打贏了 那中華民國就變成台灣共和國嗎 我可以告訴你 問題非常複雜 可能不是 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因為 這個東西也是我最近在跟人家討論或思考 所以 這個 我們 這不是重點 可是重點是 如果關鍵時刻一直沒有到來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想辦法去建立一套 超越國族主義的共同體論術 要有一定的價值跟文明的高度 所以這是我在另外一個文章裡面講的 它是一種價值理念跟生活方式的選擇 這個共同體必須建立在普遍價值 例如平等尊嚴互惠共爭友愛和平 而不是民族主義的邏輯的共同體 台灣還有很多非中華的元素 比如說原住民啦 這個東洋的西洋的新住民的等等 這些都跟稻統沒有關係 也沒有必要被收編到稻統裡面去 那新儒家很喜歡講這個中華文化 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 我覺得不要那麼悲觀去看 是開枝善葉 甚至演化出更好的品種 結出更豐碩甜美的果實 好 這邊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嗜毒 China Literacy 什麼意思呢 中華民國的共業之一 是要好好的認識1949年之後的當代中國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面對中國 要不卑不亢 這很重要 台灣的很多人呢 不是過卑就是過亢 泛藍的過卑 泛綠的過亢 好 不要輕忽或忽視共產黨政權的角色 什麼意思 第一個 共產黨它從1949年之後 就在形塑什麼是中國 什麼是中華文化 中國的很多定義 現在是共產黨在定義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各位不要忘記 共產黨是不承認中華民國 而且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也千萬不要忘記 我不要說什麼共產黨有多卑 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是說 共產黨在我們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在裡面扮演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 請大家不要忽視它 然後呢 我們應該幫助中國民主化 前提是要確保台灣這個共同 這個共同體 不管它叫什麼名字 它是存在的 一旦這個共同體 已經 如果這個共同體被消滅 被併吞或怎麼樣 它不在的時候 一切都免談了 都不要談了 無論你是泛男泛女都一樣 OK 好 那有人覺得說 那我們如果不要跟中國一起的話 是不是永遠自決於中國或中華文明之外 第一個 中國到底是什麼我們 好 我剛剛已經講了 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包括1949年之後的中國是 中國共產黨在定義的 好 那我這邊引一句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跳脫 我們在很多時候不自覺地陷入所謂的國族主義的思考關係 即使你自認為不是一個國族主義者 那我引一句 美國的政治學者叫 Russian Pai 他講一句話我覺得講得非常的中肯 他說 他說 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 state 中國是一個 假裝是個民族國家的文明 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所以呢 我follow他後面 我要講什麼呢 我要講說 to be a different nation state or political communit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nection or dis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ization better yet there are many splendid civilizations we can connect with 這個是我follow他的話說的 所以呢 與其發揚道統 不如廣結善緣啊 跟各種燦爛文明的良善理念 跟崇高價值來結緣 那所以呢 我的結語就是 來跟各位結緣的語 那我就引用 這個莫迦南教授 其實先前有寄給各位語壇人的一篇 另外一篇比較短的文章 的最後一段話 來跟大家結緣 台灣雖小 但是夢想可以很大 台灣的國族困境 考驗是這個共同體成為的智慧與道德 我們大可不必為台灣的認同漂移感到悲啊 因為這代表新的可能性等著我們去開創 過去的歷史表明 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向來創意十足 也能在困境中屢屢開創新局 無論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能夠貢獻於人類文明的終極價值 而非執念於我族一起的短暫利益或融入興衰 讓兩岸僵局國族困境找到新的出路 才是託付個體與集體生命意義的最佳所在 好 那我就最後用這句話跟大家來解緣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王洪潤老師 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我就是那麼想要邀請王老師下來 因為我們的平台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解構到同時再好不過啦 因為不管我們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就是交流彼此了解 然後轉化的進行這個專化式的對話 我就是非常好 因為其實不管可能我們的說法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我們背後的焦慮 背後的焦慮都是同一個 就是說這個關鍵的時刻在還沒有到來 可能很快會到來 或許永遠不會到來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思考我們共同的未來 不管那個工業是 common karma或是common project 所以謝謝王老師 我覺得你之前提到的非常多 非常珍貴的想法 那這個要怪我這個主持人 沒有把時間控制好 但是實在就不好意思 怎麼可以大段那麼精彩的四位報告 那我們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就現在邀請我們四位的講子就是上台 然後我們我覺得我們就可以比較快的 就進入一個公開的提問的時間 因為對這時間是有限 而且我們知道文院的同仁 不要我們超過五點 或是不要超過太久了 不要超過太久 所以謝謝各位 好 好 那我首先就是先給我們這個四位講子機會 有沒有這樣子要提問 或者就是說哪一步的進一步的反思 或者進一步的 討論 我相信王老師也是可能對道童也是會 有很多的這個結構的想法 那McCabe老師今天的報告也是 讓我們知道這個很多地理意識 或是歷史意識也是製造的對不對 就是不看什麼民族諸位的政權 或是一個意識形態在說話對不對 好那可能不知道朋友們要不要提問 回應補充 或許如果沒有的話可能我們就公開的 我先給你們機會或是公開的 對我們可以 對我們可以 我們這個 是關於你用了這個字工業 然後我就聽王老師講的 就是就講的那個common karma 然後在中國史其實要了解這個工業 那個也是在我的腦袋裡面 但是我開始想一想 那個一開始這個中華民國其實是一個project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就是需要做下去 去成立一個國家 但是之後是不是變成一個 也不是變成不是一個project 就是像王老師說的一個common karma common karma 或者一個common fate 但是我想問在那個時候 那是什麼時候 或者那是否就王老師也是在問下的一個問題是 就是那個founding moment 到底是什麼時候 是在那個founding moment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加到那個founding moment 那個是否變成common karma 不是project 好 謝謝 不知道王老師 要不要回應就是 common project 跟common karma的差別 或者說 還有這個惦記時刻的這個問題 我很簡單的回應一下 謝謝克里老師的提問 那其實project跟karma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 但是呢 karma可能它比較是retrospective 就是說 我們做了些什麼 以至於我們 今天變成什麼樣子 那project是比較往前看 是我們要一起來做一個什麼東西 所以呢 我說的這個common karma 就是說 中華民國已經做了很多 已經 它透過它的project 創造了很多karma 我們現在都在share這個karma OK 那我們要不要繼續把它當成一個project 走 把它做下去 走下去 這個真的就是 我說第一個 它要凝聚共識 第二個 是不是 有那個critical moment 到來 我講的白一點好了 這個 如果說 這個 今天 兩岸終有一戰 而台灣終於戰勝了 那 好如果 變成台灣共和國了 那 可能我們可以暫時從這個karma當中可以解除了 因為 我們不再是中華民國 我們不用再承擔它的karma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剛剛說過 關鍵時刻到來之後 不見了中華民國就沒了 對 所以 我 我並不認為說 有了這個karma 有了關鍵時刻 我們就可以擺脫所有的karma karma 所以 對 我覺得這個還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對 非常感謝 公愷的這個提問 賴院長想要提問 謝謝 當然等一下 我當然等一下要點名啊老師 那 今天 幾位到來 我覺得 坦白說 這個就是 這個平台原來的用意 所以我們這個平台背後 本來就是共聲 而且這共聲本來就 不可以被某一種聲音 所籠罩 我覺得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沒有非常自在坦然的 把不同聲音 在一個平台裡面 說出來的機會 甚至自我都擔心懷疑說 我如果到了某種場合的時候 我的那種聲音是不是就會受到 不過是來到南部 來到哪裡 我覺得那種幽靈 是現在台灣 面臨共同未來這種焦慮的時候 知識分子應該非常自在的把這個東西 鬆解開來 我們的平台 出發點其實是這樣 所以早上在順序道童的時候 其實我跟佳南 其實一直在想 就是說 那個 他把它翻成 Vetting the way 用大寫 其實背後真的應該加一個問號 現在是 藍的路線跟綠的路線 都是把自己的the way 所以 形上學化 實體化 本質化 稱為大寫的路 好像只有那一條路 才是真理的 道德的 該走的道路 使得那兩條路變成瓶頸空間 所以 我們其實在想 就是台灣最 一定人 一定跟各種不同的立場 甚至最衝突矛盾的立場 生活在這邊土地上 包括自己內部都有各種矛盾衝突 沒有辦法解決 甚至最親密的家人 都是這樣 這是一個非常日常性的經驗 那更不要說提升到政治宗教這種 被視為終極關懷的 這樣的 很容易意識形態化的東西 形上學化的東西 就會使得我們的那個路線沒有辦法交集 所以其實要重複這個道統或道路的時候 剛好是要open in the ways 小寫化 而且那個路是充滿岔路的 甚至是對撞的路 問題是我們都還要在生活在這個地方上 所以那個道統 真的是 不過但要解構恐怕要重新描述什麼是道統 我自我一個莊子研究者 莊子是最早第一個對於 儒家所形成的那一種 帶有一統性或形上學化的 那一種東西最早提出挑戰 而且不斷在嘲諷這樣的人 可是問題是說 我回到這個 這個不然是common project還是common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理 就是說現在這個翻譯沒有把那個調詭性彰顯出來 以至於我們那個common project 好像沒有保留的 把中華民國視為共業 這個業是一個完全要被繼承的東西 所以如果回到 這個旺旺旺旺的用法 用carma 就是佛教的業的概念來看的話 它又容易被解釋為純粹的 burden 負擔好像這個是我們要趕快拋棄解除的 這何嘗不是一種對於業的簡化的 可能的一種 因為對佛教來說 那個carma 小乘佛教是把它視為幻象 所以是要解除那個carma 才能夠解脫找到一個自由道路 可是到大乘佛教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說 carma只不過是在描述非本質的因緣 沒有一個因緣 既然是因緣所生法 所有的法都可以不斷的被重新打開 所以那個業其實不必 也就英國我們都在一個歷史脈絡中 不可能不去思考台灣的秘密 不可能不去思考台灣的歷史 以及兩岸的那個 王志明講到兩岸對面的想法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業繼承下來 同時把這個業是可以不斷被打開 重新不斷的被定義 而且可能不是只有台灣的知識分子這樣談 一定要讓對岸的知識分子 你們不斷的引到少數對方的知識分子 像那個萬宇哲 他們的知識分子一定要參與這樣的對話跟討論 這個都會共同決定台灣的那個 那個業到底是走向Karma還是Project 所以我覺得我們平台就是幾位我覺得都是 我們最需要的聲音坦白說 所以我希望如果明年是要辦一個東亞的共生的話 一定要把這些知識分子邀請進來 好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謝謝四位這個報告 這個真的收益良多 我想是不是可以考慮這個標題 中文的道童 我想你用文的那個問題就不大 那主要是道童這個詞語在當代真的是被用爛 你只要陳古英談到道童 或者是有一些我們這種特有年紀經過那個過程出來的 確實對這個詞語會非常的反感 這個詞語本來在朱熙一開始 他道童是針對跟佛教的競爭 到明代他的道童是跟正統的競爭 所以在那個意義底下基本上你都可以說正面的 可是在當代因為好的東西政治一定會進來 所以從清代開始聖人也就變成皇帝 到當代的這個道童 就是由大家都知道嘛 孫啊蔣啊什麼一直聯繫下來 在在甘養裡面 那就是又 也許這個詞語在暫時農藝那個的話 是不是可以考慮可以不要用 並不是說這個詞語不好 至少在我的理解裡面它是有了正面的功能 但是確實因為你現在講公文平台嘛 那當然是要對社會發聲 人家的想法可能跟我們的想法可能不見得一致 沒有這是一個很技術性的問題 那萬老師我覺得你的整個呈現出來 我好像覺得很熟悉 我忽然覺得好像跟我的老朋友 副大圍的整個定位一樣 老是在找邊緣戰鬥 站在主流的論述裡面找到另外的論述 找到現行的論述底下 一個論述論的斷層 我們再重新找那個 我覺得 我不曉得裡面有那個關係 可是結構上 有一點有一點類似 那這樣的想法 我當然是認為是蠻有意義的啦 就是因為主流論述 它往往就 可能就排擠掉很多的東西 那些東西可能是有相當的 相當的意義 那我這裡當然是對兩點 對你是做一個 也不是說修正 第一個就是 梁啟超當然是對柏仁之禮 因為梁啟超是我們清華的 清華的咕嚕 清華的大頭 那 確實梁啟超當時是 本來後來一樣受盧梭影響 後來也就反對 但是他當時用柏仁之禮 我的一個印象 我這完全是完全憑印象 我主要是在反對 反對革命派 革命派當時 確實是要做一個民主國家 而且是以排滿為中心 那他引用到柏仁之禮的 脈絡好像 不是跟你剛才在那邊完全一樣 他大概認為就是說 梁啟超說你在考慮到 中國的範圍底下 你的一個新的國家 因為當時本來沒有國家嘛 梁啟超是發現到 中國沒有國家 所以他是要重新怎麼去思考國家 就變得非常重要 以前只有朝代沒有 只有天下沒有國家 不曉得怎麼稱呼自己 他說假如有一個新的中國出現的話 你總要考慮到 不能只是漢族的立場 所以他認為這是要把所有各個民族 現在大的這個大清底下 全部都要納入到國家 他是用這樣的觀念去反對孫中山 反對張太元 他不是 總之好革命派 我想他是放在這樣的脈絡底下裡面來看 那 另外一個 也許可以稍微 可以做個對話的 就是民國來 確實是民主主義非常的強 打造了民主國家一條線 而且到現在還非常的強 可是 那你要找到一個偏封 我想這個是對的 可是 當時為什麼會打到這麼強 就是可能恰恰好在中國 也許 民族主義可能不見那麼強 所以孫中山他很重要的就是說 民主國家 民主民主要怎麼把它建立起來 他說中國 他說反對世界主義 你看他三民主義裡面 多少要處理世界主義的問題 天下主義的問題 他不是說這個不對 他只是說在目前這個階段 我們民主國家一定很重要 我倒是覺得 反而在中國的傳統 可能民主國家不見得那麼強 反而是超民主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向往 可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一點在孫中山講大同 講康有為到張太元 甚至於到 我認為包括中共 他在反地 在講的 可能還是有中國的一個基因 所以這個民主國家 是在跟當代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怎麼去論述 也許我們可以 是不是有可能再做一點 做一點的調整 這才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王滬倫先生我覺得 報告最非常好 對中國的解讀 其實我都完全同意 那你剛才開始說 說要跟我抱歉 然後我想你要大喊客氣 其實那個道童不是 不是我的 整個會議的設計 其實都是中山大學 我事實上也知道 因為我自己不看電 上上到昨天才看到 整個題目是這樣子 那你剛晃的有一位朋友 說我們的中華民國起於哪裡 是1949 十一七號 我第一次看到 我也嚇了一跳 但是我覺得 也許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 我不曉得講 這是震驚的 我的眼睛看不太清楚 不曉得是震驚的 還是開玩笑的 但是那樣的一個圖像 可能有點趣味 我現在講的底下 是完全我自己的經驗 有沒有普遍的意義 我不知道 因為 像我們這一輩成長起來 都覺得蠻好的 我是覺得 台灣四百年來 只有在1949 十一七號以後 才有國家的這樣的身份 其實以前從來都沒有 那十一七號以後 有一個 有一個中華民國 很多朋友可能會認為 那是個災難 這個我當然理解了 也是有這樣的人 但是我自己成長的過程 可能不太一樣 我自己的成長的過程 包括我從中學 高中裡面受的那個影響 大概真的都是比較正面 所以我倒是覺得 12月7號到 我這成長裡面 台灣這麼一個小島 它能夠承接 一個中華文明 這麼大的一個世界文明 剛好在台灣的身上 而在我們那個時代 至少有一種想法 認為中共真的不能代表中國 包括我到現在 老實講 我還是認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 我還是認為 12月7號以後 底下的那個 那個這個是 那一個 你說那是不是個 奠基的時機 看你怎麼去解釋 但是這奠基的時機 我還是認為跟1911的 那個孫中山的革命 我認為還是 之間那個中華民國 還是一種連續性 那 那我是覺得是 以台灣這麼樣的一個島 它在1949 10月7號以後 它可以承載 中華文明這麼大的一個容量 在現在當然覺得很可笑 很多人會覺得很可笑 可是在當時可能不見 覺得那麼可笑 當時你不管是自由主義者 或者是文化傳統主義者 他們可能這麼想 那在台灣 是不是一定都這麼想 有些綠色陣營的 我想有可能是 但是 剛才 我想 我想 翁先生裡面提到 我們確實是有一種 真的有一個綠色的死官 有一個藍色的死官 不太一樣 但是這死官 我想也在不斷的變動 很明顯的 現在的綠色的 他們所對的歷史的記憶 綠色的那個 它 比如說 你現在像許姓良 或者像儀家 儀登花 在現在已經完全被排到 他們是台灣黨外運動裡面 最早這個奠基者 是一個很重要的 宜蘭跟高雄 那 再過來就美麗島市 美麗島市 那些基本上 現在很多 大概都沒排到所謂綠色的 的死官之外 所以這裡所謂綠色不綠色 或者是藍色綠色 這個線 我想也不一定 我想也不一定 這個還是回到 我當時的 回到那個 那個 就是12月7號 你把它說 那個時刻 對台灣很重要 因為台灣 那在日記時期 從來沒有 大概 開始有台灣意識 應該從劉民船開始 裡面有台灣意識 以前 在之前根本 台灣意識非常薄弱 大概只有 張全 那有台灣意識裡面 也還沒有辦法形成 說跟一個文明結合 或者一個國家共同體 這個 我估計大概也不會有 不管蔣衛水 或者是林憲堂 他們 或者台共 他們所代表大概不會有 這個12月7號 我倒是覺得 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就是在當時 至少有一部分 它呈現出 這樣的國家的形象 就是台灣 這麼一個小的島嶼 可能它可以承載一個 人類大的文明 一個中華文明的 一個意義在這個身上 而這個至少 在當時的國際政治 它也可以接受這種觀點 比如說我們在當時 在林憲國還有代表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的發言 所以 到底那樣的一種經驗 一個從來400年來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經驗 而這個國家的經驗 是跟整個中華文明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圖像 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或者它代表什麼意義 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去想 對我而言當然是一個很正面的 我不否認 那我是認為很正面的 那包括我認為現在要台灣 要跟中共對抗 剛才文憲史所說的 完全贊成 就是你不能忽略 中共在對 它這個確實掌握時間 對中 它怎麼在大陸定義中國 或者是說 他一直要威脅台灣 我覺得這個確實是 隨時都要記住在心 但是我認為之所以 這個經驗1949到台灣 跟中華文明結合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認為 因為我們這是跟1911年的 孫中山的辛亥革命 或者辛亥革命的性質 可惜你們今天早上沒有去看 我們 我們不是部展 裡面有幾件孫中山的東西 我的一個解釋 我認為就是 辛亥革命 其實是革命派 跟立先派兩個結合 而 就是中華民國 按照孫中山自己的解釋 事實上是 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講 是一個 中國的現代性 跟西洋的現代性 底下裡面的一個結合 所以 中華民國裡面 它的這樣的一個基因 它是有來自於中華文明裡面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跟西洋這個 那相對之下 我覺得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 因為它是革命的非常的徹底 它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前面的那種文明的階段 也反對中國清代以前那個封建主義 我想它這方面定位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 這個也就是變得是 現在的中國 到底是要改造中華文明 還是需要中華文明 我想很應該是說它的民族主義 它需要中華文明 跟以前1949革命的時候情況不太一樣 可是它這個黨或者這個國體制 事實上跟中華文明或中文化是有內在的矛盾 相對之下 我倒是覺得台灣的這樣的國家的體制 我有理解的中華民國體制 恰好是沒有 那這個體制反而是 處在目前你跟大陸 不管是相處或幹什麼 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覺得它有一種比較可以平等的高度 你脫離掉這樣的結構 有這樣的一個腦袋 我總覺得那種你要花出的代價 會非常的大 而且能不能成功 我認為問題非常的 非常的麻煩 就是我們現在的思考 美國有它地人政治 那我一直覺得 台灣也應該有台灣的地人政治 那美國那種地人政治 是不是 那時候是沒有地人的地人政治 因為那是從錢力布局底下裡面 來看台灣的位置 可是台灣跟中國大陸裡面 種種的關係 我一直把 我一直把一種兩岸 我認為不只應該當成 當然是兩岸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可是兩岸也可能是台灣內在的關係 這背後 背後當然就會有點忽視亂想 這就是一種回應 謝謝 非常感謝楊老師的回應 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可以繼續討論這些問題 那我現在要讓黃老師發言 從馬來西亞來的黃老師 謝謝 感謝主辦單位今天邀我來出席這個活動 所以聽到了這個很有意義的一個對話 我是來自一個多元種族 多元民族的國家 所以我聽到這個王洪隆老師所談的 就是我處我每天生活的一個地方 這個英國人把我們的祖先 中華民族搬到馬來西亞去 把印度的人搬到來 當地的馬來人 所以這個土地有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歷史 不同的政治的背景 然後最後在很短的時間 要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那我從小在長大 我們的國家 我們這個中華民族 這個華人都一直有被同化的那種現象 因為它要走上一個民族國家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要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人種 這個種族 那我自己是讀中文長大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們這個華人在馬來西亞 將來要怎麼樣走 才會能夠走出一個未來 這個剛才聽到這個王老師所講的 原住民台灣有種種的元素 我想 我這個覺得 好像看起來不是那麼衝突 剛才剛才講 或者對道統的詮釋 也許有不同的理解 對我來看 有幾樣東西可能要搞清楚的 一呢就是民族國家跟天下 這兩個東西可能要分清楚 自古以來中國裡面 它是以天下概念 它沒有國界邊界 雖然說在戰國時代都有國 在歷史上真正有這種 今天我們所謂民族國家拿護照 第一上的觀念大概就韓非 這個韓非子有兩個 因為他們剛才也是一個貴族 但是在整個國際舞台裡面 天下他們是通的 人才都是在國際裡面發揮 所以這個民族國家出現以後 它開始中國 才會有中華民國的出現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另外一種體制 用這個共產主義的一個出現 但是這個路子還沒有走完 未來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 三幾百年對中國來說 這個是很小 所以我覺得歷史上呢 我們看一樣東西 可能要放得更大 從歷史上裡面去看 所以我第一要談這個 天下跟民族國家 這兩個先第一要看 第二呢要談民族 自古以來在中國的傳統裡面 談這個民族的時候 好像雖然以漢族為主導 但是從整個歷史上 五千年的演變的過程裡面 中華民族好像不會把外族 排在外 就像嘉楠教授他來到台灣 他覺得很舒適 在唐代裡面 我們也看到很多 遣唐史 從日本來到這個中國 或者是說 外來的種種的文化 都會輸入到中原 中國這個地方來 最後慢慢融合 佛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所以從這邊來看 如果從這個民族性來看 這個中華民族 我們廣義的中華民族 它基本上是包容性的 它是開放性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它是通過歷史的 慢慢長河的一種融合 包括這個王國的情況也是一樣 從我們講漢朝 到以後往江南遷 少數民族 魏京人百財朝 最好的一個例子 這個五湖亂華以後 最後還會變成一個統一國家 它基本上是一個 慢慢文化的一種融合 這個漢人跟少數民族 一起來治理這個政權 所以過去的那些不同人種 不同民族的 托巴士 如果唐代的 這個女政族 宋代的種種 那種匈奴人 漢代的 都慢慢融合 這個融合過程裡面 我們要看這個文化 所以自古以來 中國不以這個人種血緣 作為它的一個標準 來看 來建國 建一個民族國家 那我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這一套 是未來要走的一個路 不然都是用種族 來分這個國家政治 就會一直對立 這個種族政治 那我談完天下民族國家 談了民族 接下來我要講文化 那這個文化 我覺得它會比政治久遠 從自古以來 如果我一直看這個民族的融合 而且這個中華民族 今天所謂想像共同的中華民族 恐怕也不只是漢人 雖然漢人佔罪多數 而這個語言 大家為什麼選擇這個語言 這個文化 因為它有高度 有深度 有厚度 在其他少數民族裡面 它所創造的文明 很可能 他們 我們講賞心業 好的東西我們在學 就像台灣人 他現在一直強調這個 自由民族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很舒服 但是在中國裡面 真的沒有那種 自由跟民族的那種 那種 很可能是有他們的模式 我們講 我們怎麼樣去定義這些事情 那我們分別一個人 我說 基本上我們是說 用同文化來看 所以我就覺得 最後核心的 就是中華文化有一點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自古以來 大概從 至少從 我們從那個 剛才那個道統的來源 它基本上 如果我們讀史記 大概五帝本記 我們去看看 為什麼它會 把這個五帝裡面 歸成最早的一個專記 其實這些人 都 五個人都有共同點 如果我們去分析 它能幹聰明以外 它有文化 能夠帶領這個族群走出去 變成一個有文化的一個部落 一個民族 能夠穩定 能夠大家找到刺 然後它會創造文化 我看最後還想到他們有道德 這些統治者 有道德 夫人 所以從這個共同的一種文化 一直演變下來 它形成了一個文化的意思 所以這個道統 這個道是怎麼樣的詮實 如果沒有被我們講政治化 或者王老師所提到的 成長那個經驗來看 恐怕要另外走 應該要考慮到 我剛才講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個人 人愛的人 這個地方來看 中華民族 所以能夠可大可久 在歷史上沒有滅亡 在人類的歷史上 很多文明可能已經不見 但是它能夠存在 就是因為這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這個人道的一個問題 不管你什麼人種的 我們都 你是善良的 我會跟你做朋友 這種融合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這個融合 這個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 世界人類將來還要有未來 我想不同的人種 不同的文明 他們應該要思考一下 這個儒家留下來的一些精神 或者這個民族 留下來的一些核心的精神 融合 這個融合不是把別人去掉 融合 和諧的合 這種呢 我想你忠有我 我忠有你在中華文明裡面 歷史上看得到 環世外族的文化 會來好的 都必須吸納到這個中華文化裡面去 比比皆是 我想就不用我 說了 所以當然 未來我們要考慮 人類的命運共同體 或者兩岸的命運共同體 和人全球的 我想 我要講的 文化 會比政治久遠 要看這個最深刻核心的東西 就是這一點 這個價值觀 那我發表到這裡 謝謝 非常感謝黃老師給我們這個 從馬來西亞華僑的 非常珍貴的角度 讓我們從那個角度去思考 文化的這種久遠的力量 好 那時間快到了 其實我們已經吵過了 但是 這位同學等了很久 而且我也是覺得是非常重要 我們有年輕人的聲音 就是參加這個討論 那如果你就是在 兩分鐘的時間 或是 就是秒 就是可以很快很快提問 然後我就給在座的每位 四位 就是機會 也用一分鐘的時間 就是回應我們剛剛提到 剛剛提到的 這些回饋 對 所以非常感謝您 就今天非常感謝 就是可以有機會參加這個 那我自己是念人類學吧 所以我今天my surprise 就是從各位講者身上 好像我都真的得到一些啟發 那我的問題也是 等於說自己連結出來消化以後 那 特別是剛剛那個萬老師有提到 那一個概念是ethnonationalism 就是有一種以特定族裔作為主體 或前提的一種民族主義吧 那不管從過去或現在 大概很少人會直接claim 因為我是一個ethnonationalist 就連在中國對岸 他們也說是 中國有56個民族構成 那台灣的四大族群論述 但是 話又回來就是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字叫漢奸 就是 對 那其實如果說漢奸 就這個意義下面其實是不能跟愛國化 或不愛國化在等號碼 因為本來就有55個不同的民族 在裡面嘛 然後 台灣的話 雖然說我們說是四大族群 但是 某種程度 回到剛剛那個克里老師講 就是很多人還是可能會用四百年歷史 這樣的一個歷史框架作為討論 所以 那再講更誇張一點嘛 就是 剛剛最後提到那些 爭吵台灣的founding moment 我就在想說為什麼沒有說 因為我是自己做原住民嘛 拼附組 就是為什麼沒有一個爭吵的是說 就是當初原住民祖靈降臨到北大武山的那個傳說的時間 作為一個founding moment 或是 對就是等於說 好像還是某種程度 雖然 框架上論述上 框架上 好像大家承認是一個多元族裔的一個情況吧 但是 如何去克服吧 這種好像擺脫不掉的 我覺得還是以ethnonationalism吧 或甚至是以漢人為主體的 前提的一種國主想像 而且我覺得這是 好像是超越藍綠紅 大家都還是用這種框架去思考 好 那就是一點想法 謝謝 好 非常 你歸心 許 許 許同學 好 非常感謝 或是 對 許 許先生 好 那 我們快到了 但是 我還是要給我們在座的 講指在座的 參與者 最後一兩分鐘 如果就是要回應一下 或是補充一下 或是 補充一下 或是感謝也可以 還是要把最後的發言權給我們在座的專家 那我們就從柯莉老師開始 那就 可以發表 不用 好 謝謝 柯莉 他早期讀了很多東西 其實對我們這一代都有很 包括像智民 我相信也是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讀很多他的東西 但是我的論點 有一個地方不太一樣 我不是在倡導邊緣戰鬥論 我不是為了邊緣而邊緣 好 那我去找被主流蓄勢壓抑掉那些東西 是要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What could have been OK 當時有可能產生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變成我們一個未來的 Alternative Imaginary的資源 主要是這個部分 而不是為了邊緣而邊緣 然後再來是關於國家跟天下的問題 中國的一個歷史學家叫高麗克 我覺得他講的蠻有道理的 他說你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很多思想歷程 大概都在徘徊在兩個問題上 一個是怎麼樣從天下到國家 再來一個是特別是左翼傳統的 怎麼樣再從國家回到天下 我覺得這高麗克講的還蠻有道理的 我覺得在從國家回到天下的那個 超越國界的那個過程當中 那中華文化的確實可能有一些思想的資源 是可以參考的這個部分 然後回應剛剛對徐同學 我今天本來很想談原住民觀點的東西 因為我們系其實有做原住民研究 那我覺得如果要談原住民的話 我覺得就應該特別突顯 中華民國體制的壓迫性跟殖民性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必須要去嚴肅的面對它 只是我今天沒有時間 也沒有時間去做頭影片談這個比較可惜 所以就簡單講到這邊 謝謝 非常感謝萬老師 好 那治病老師可以 這個進一步的提醒我們 這個支騰魯的精神 沒有 我想 基本上兩個想法 第一個是 能夠有這樣一個平台來討論這個話題 我覺得確實是蠻難得的 然後在這個前提上面就是說 我想楊老師賴老師跟莫老師 大家都做了很多的努力 想把這個話題給推出來 那麼我覺得這個努力是應該 應該還是拿掉好了 顯然是這樣話說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努力大家應該 看到它背後的那個深意 就是說不僅僅是對某一種 你知道歪型的歷史中 某一種派別的一個堅持 而是說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面對現實的這樣的一個面向 那這個現實是艱難的是困難的 那可是總要有一個嘗試跟突破的 總要有一個突破的嘗試 而且我覺得恰恰不是 為了他們這一輩這一代的人 在努力跟嘗試 而是為了更後面的人 在努力跟嘗試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 在今天這場合來講 我覺得可能更重要 也就是說不是道統不道統的問題 而是說在這個所謂道統的這個 匡方背後這一整批的歷史跟情感跟記憶 怎麼樣在今天當今社會 重新來思考跟理解 那麼另外一個我比較想說的 倒不是子騰路 我覺得子騰路是一個 在我寫裡頭就是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比喻吧 對不對 因為子騰多好多美對不對 可是就是說這個東西它是脆弱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回到 這個中華民國理念這個問題 其實我其實文章裡頭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個 理念背後的暗影 因為所謂暗影就是它的 Dark side 就是不管是自由民主也罷 還是平等也罷 後面都有血腥的殺戮 都有掉下的人頭 那這裡頭的故事怎麼樣 放回這個理念裡頭去講述 那我覺得更關鍵的就是說 這裡頭的 就是我們在重新引見這些理念的時候 或者說我們重新講述這個歷史暗影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很多的理念 也在重複這個歷史暗影 包括台灣的民族主義 福老薩恩主義 對原住民的問題 我覺得完全是一樣的 就是為什麼回到 辛亥革命做一個排滿革命 這樣的一個起點 我覺得恰它是一個對當前的各種 各式的民族主義的一種提醒 那如果台灣要能夠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一個很關鍵很關鍵的問題 更進一步的暗含的也是我們自己內在的種族主義 我們也許都不大願意承認 我們會歧視 可是想想我們周遭通婚的朋友們 想一想我們對待這個遠方來的客人 還是有一些差別的對吧 好 就說這麼多 謝謝 非常知名老師的 非常誠懇的發言 非常感謝 好 那最後我們就給時間 把時間給洪怒老師 謝謝 謝謝各位的提問 那剛剛很多人在發言的時候都提到我 那我盡可能的回應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夠回應到 所以如果沒有回應到的話 請包含等一下可以討論 第一個 其實我簡單的回應一下 這個賴院長 其實我不是不願意來這個對話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不希望自己是一個被誤認為來提醒 或者是私裡的客人 只是這樣而已 我非常願意來對話的 然後 針對那個楊如斌老師 第一個 剛剛那個1949年12月7號 那個不是開玩笑 那個是你那一天 任何人 用Google打中華民國建國時間 打下去出來的檢索結果 就是1949年12月7號 那你認為說這是好事 或者是說這是台灣正式成為一個 有一個國家在這裡 可是我不太認同 或者因為這看你怎麼解釋 因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 是整個秋海棠地圖全部通通包包在裡面 沒有人認為台灣當的是一個獨立國家 OK 然後呢我們當時從小接受教育也不是這個樣子 重點是說這個到底Funding moment是什麼時候 你要用原住民的那個來當Funding moment 也可以 我不反對 你重新寫一個憲法 說台灣中華共和國然後怎樣怎樣 都可以 重點是你要有共識 我曾經在現在的中華民國國使館 陳醫生 在這個館長的面前講 我剛剛講的 中華民國現在台灣沒有Funding moment 他私下跑來跟我講說 這個我可以解決 然後呢過了幾天呢 他就在自由時報上面 他就投書說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就是中華民國的 或者不要說中華民國 就台灣的共同體 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你要這樣講可以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講一個Funding moment 問題是沒有共識 我們要有一個共同體 大家都可以自己講自己喜歡講的東西 問題是這個東西不可能有共識的 然後 然後那個 關於這位這個是黃老師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我不太知道應該怎麼回應 但是我簡單的講 你真的要符合民族主義的那個的話 其實民族主義其實有所謂的 如果從ideotype來講 公民民族主義跟族群民族主義 或者學員 Anyway 公民民族主義其實會比較是一個 能夠容納不同種族學員 可是重點是我太殘的都不是民族主義 我認為我們要超越民族主義 然後第二個天下的概念 剛剛玉哲有稍微提到了 天下的概念很好 但是呢 現在已經不是天下了 我剛剛秀出來那個中華民國的制度 有國內的城市有國際的城市 國際的制度現在不是天下 現在中國人說想要把它回復成傳統天下 全世界人都怕得要死 所以這個天下是不是比較好 這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這個 然後是不是中華民族都是很包容性什麼什麼 那我覺得去看一下現在的那個北京 怎麼對待新疆跟西藏 我覺得就非常清楚 這個可能不用多說 然後你說這個人 這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覺得你在台灣問問看 統派跟獨派是不是人同此心 都同此理 大概就知道 台灣跟中國是不是人同此理 大概也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理想都很好 可是我們要顧及現實 就是這樣 非常感謝洪璐老師 那 班學術活動其實都 怎麼說很困難 因為學術活動是太形式化 太formalized 就是我們都要回應問題 我們都要做報告 我們都要依賴PPT 我們希望 當然今天的活動是非常形式化的 但是我希望這個今天的活動是一個開端 不是說我們要捧場 或是推動什麼道童 就是說 我相信今天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感受 是我們背後的焦慮 我們背後對這個島嶼的關心 的關懷 的一個 這個關鍵時刻 會不會到來 怎麼回應 怎麼 怎麼 怎麼面對 怎麼攪帶 怎麼 跟我們的孩子解釋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關鍵 所以 我希望這樣的一個 一個transformational dialogue 會繼續 會繼續 我們就是需要 跨著不同的理論 不同的 學術的傳統 不同的思維方式 進行對話 這個是非常關鍵 所以我要 不是一個心事化的感謝 是一個真的很誠懇的感謝 我知道在 雙世節連續假期 前一天 可能到南部來開會 討論那麼沉重的話題 也是 就是非常感謝你們 就願意抽空 願意參加這個討論 願意幫我們 釐清幫我們挑戰我們 刺激我們 那幫我們繼續思考 所以非常感謝 那我就把最後一句話 就留給賴老師 我就一句話 就是說 這個不但 不是第一次 而且不但 不應該這一次來 要多多來 對 要多來 王毅子也在這邊 其實我們已經邀請他來好幾次了 那王志明 我們也已經 要說好明年再來 那王宏倫就是要多來 而且要多講 你的那個什麼 轉型式的對話 你不多講 而且你擔心東擔心西 你太 太低估台灣人的智慧了 太低估我們的 對 但是來多講 其實很多東西 就不斷在發生 沒有 因為我曾經常過這種 在現場被萬箭穿心的這種 這種智慧 你沒那麼脆弱啦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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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